这个穷小子真的走了狗屎运 他抱着父亲的骨灰想找个地方安葬 怎料被一坨狗屎花岛 手中的骨灰潭衰落后滚入了山崖下的龙穴 后来他儿子竟当了皇帝 而在这之前 这个陈元外乡亲 只要寻得龙脉 子孙必能当上皇帝 因此他就不惜一切代价 重金聘请多位风水大师 定要寻得龙穴作为父亲的安葬之处 这位道长整整耗时三个月寻到此处 终于有了新发现 他用多个罗盘在湖面上一阵做法 只见一条金龙在罗盘引导下从湖里盘旋而出 飞向了不远处的群山峡谷之中 道长接着抛出灵符 顿时看到峡谷处放射出万岛金光 他赶紧告知元外 恭喜陈元外 本证人竭尽心力 总算为元外您找到了一面龙穴 好 陈元外听后高兴得不得了 赶紧吩咐下人抱着父亲的骨灰肚湖 在道长的指引下来到了龙穴处 正当陈元外要为父亲下葬时 突然电闪雷鸣 地动山摇 他们谁也没想到是被那穷小子截足先登了 穷小子附近的骨灰坛滚落山崖的瞬间 金龙顿时睁开眼睛腾空飞起 一口就将骨灰盒吞了下去 随后又破开山体钻入了地下 这穷小子被吓得晕了过去 但一切都恢复平静后 道长起身观察后发现 这龙嘴已经合上 说着龙穴已经被人给占了呀 陈元外听后气的简直快要吐血 怒害是谁这么大胆呢 这是下人发现对面山坡有个晕倒的男子 元外就令下人将其给抓了过来 从下人口中得知 原来是前几天死了爹的猪气 而且还是陈元外府上的一个殿户 陈元外越听越来气 一个穷殿户也敢给我抢占龙穴 于是当即就要取这小子小命 道长一厅赶紧给拦住 还说这样一来 你的子孙照样有帝王之命啊 可陈元外女儿得知要嫁给朱姬 那是一百个不愿意 于是想偷跑出去和情郎一起私奔 怎料刚好被母亲撞见并加以阻拦 女儿跪地苦苦哀求母亲放过自己 还说自己已经怀了未婚夫赫军的孩子 母亲听后大吃一惊 但急就是这样也要将错就错 陈夫人硬拉着女儿去和朱姬拜堂成亲 朱姬一毛钱梅花取发梅娇气 而且还附带着一个孩子 这省钱省力的好事打着灯笼也难找 可朱姬却还不愿意 天天就喜欢府上的丫鬟燕儿 可是这胳膊拧不过大腿 陈元外强迫他们拜了他 慌忙对拜过程中二人还撞晕了过去 燕儿看着心上人就这样被强行入坠到陈府 自己也只能忍气吞声 事后陈夫人才告诉丈夫 说女儿早已怀了贺军的孩子 陈元外德之后大怒 当即要去解决掉那个孩子 道长这时走了过来说的 你女儿和朱姬那是拜了堂的夫妻 只要你女儿还是朱姬的妻子 那就不管这孩子是谁的种 将来他都是真命天子呀 园外夫妇听后又高兴了起来 朱姬成婚这才三个月 妻子肚里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这时天空突现一象 只见一条金龙在天空盘旋 片刻后飞入了孕妇的房中 生了生了终于生了 朱姬也激动的往上凑 想看看儿子长什么样 老夫人见这孩子的哭声大于常人 而且还发现耳垂特别的大 于是取下发再说道 老夫人就这么一站 天空突然变暗 天上的金龙瞬间变成了青龙 道长顿时感到不妙 过来问这婴儿怎么不哭了 陈夫人说这孩子哭声太响亮 婆婆就给他扎了个耳洞 注意看这个婴儿 生来耳垂极其大 而且哭声大于常人 老夫人说要想这孩子命好 就得穿耳垂 怎料这耳洞一穿 屋顶上盘旋的金龙瞬间变成了青龙 道长您看什么气啊 道长说辞子乃是极天下富贵于一身 这哭声响亮实属正常 哭声越大说明孩子将来的成就就越大了 可惜这耳洞一穿 这五爪金龙就变成四爪涅龙了呀 虽然一生能够贵之为王 但却做不了皇帝啊 陈元外连忙问有没有补救之法 道长沉思了一会儿后告诉陈元外 说要想保住这孩子的天子之命 唯有将朱七给杀了 这样一来 朱七就不会再有后代冲撞这孩子的皇帝命了 二人的勾当被门外的丫鬟 燕尔恰巧听到 燕尔连忙就带着朱七先躲藏了起来 然后二人趁机逃出了臣府 而这些家丁们穷追不舍 二人慌乱之下 被家丁追赶到了一处悬崖边 朱七还不慎摔伤了腿 前面是悬崖 后面有家丁追杀 这下可真的是走上绝路了 这时燕尔灵机一动 想出了个死里逃生的好主意 他们用外衣包住杂草石头丢到了悬崖下 制造了个不慎坠崖身亡的假象 家丁们看到这一幕 以为他们两个失足坠崖 这才就此罢手 朱七和燕尔总算逃过了一戒 这是袁末明初第一支起义队伍白连教 教主见袁顺帝残暴武道 便号令教徒们要顺应天命推翻顺帝 而且左护法红燕夜观天象还看出 真命天子已经出现 他会带着本教推翻顺帝 红燕当即做法 便出一朵雪莲花并泡了出去 还说这雪莲花已经去寻找真命天子了 雪莲花带回来的必定就是未来的天子 话音刚落 雪莲花就缓缓的飞了回来 全教上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带雪莲花自然绽放后 花纸上果然有个哇哇叫的音味 众人仔细一看 原来是教主的儿子韩灵儿 众教徒以为韩灵儿就是真命天子 于是都赶紧跪拜 祈求韩灵儿快快长大带领白连教统一天下 这位侠士刘伯温也在仙山勤奋习武多年 希望日后能够成奸除恶造福于民 但师父还要受他五行八卦启门法术 刘伯温说道 当今天下纷乱 民不聊生 弟子只想早日炼成剑术下山 帮助黎民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并不想修到成仙独善其身 师父听后却说刘伯温还没到下山的时候 师父 当今天下纷乱 弟子此时不下山 更待何时啊 师父说如今天下正是真命天子奉天命出现的时候 你命中注定要辅佐真命天子造福于民 可仅凭你的剑术是远远不够的呀 你还需苦心修炼法术 才能辅佐真命天子重整江山 而且师祖原先收服的妖魔现在已经突破了封印 你只有用心修炼法术 日后才能相助天子成就大业 刘伯温听此只好遵从师命 这时的朱七和燕尔逃了一天一夜 逃到了百里外的一猎户家中 猎户夫妇好心收留了他们 让朱七在此住下好好养伤 相处时间一久 猎户李大哥觉得朱七和燕尔重情重义 于是他和朱七还结拜为异性兄弟 朱七和燕尔也如愿以偿结为了夫妻 燕尔还怀上了朱七的孩子 这天李大哥和朱七要上山打猎了 就留下两个妇人看家 怎料他们二人刚走不远 两个没人性的援兵闯了进来 看大嫂姿色不错 就起了色心想对大嫂做出猪狗不如的事情 燕尔拖着肚子赶紧跑出来喊住丈夫和李大哥 家里的妻子为了守住清白之身 奋力反抗咬了援兵一口 没人性的援兵毫不犹豫就是一道 李大哥和朱七跑了回来看到这一幕 虽然将两个援兵射杀 但为时一晚大嫂已经被残忍的杀害 他们还没来得及伤心 又有一大队援兵围了过来 2月二龙抬头 这是谁家儿子要出生了呢 上集说到朱七的一嫂遭援兵领主 一嫂不堪受辱奋力反抗惨遭杀害 朱七和大哥跑回来 第一时间拉公将两个畜生射杀 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 但妻子已经被杀害 这时又有一大队援兵围了过来 李大哥和朱七也顾不上悲痛 他们奋力反抗 可奈何援兵人数过多 朱七为保护燕而深重数道 眼看他们就要失去抵御能力交代在这里了 这时白连教左护法红燕正好路过此地 白连教早就想推翻这残暴无道的援朝 他们看到援兵就杀 随即出手帮助朱七三人脱困 可朱七身负重伤 没跑多远就体力不支了 眼看援兵就要追上来 朱七怕连累到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就把妻子托付给李大哥照应 自己则留下来托住援兵的追杀 可他本就身负重伤 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些个圆狗呢 奋力抵御了三七二十八分钟后 被一群圆狗残忍的杀害 李大哥带着艳儿一路逃窜到了黄绝寺外 体力不支地爬过去用力敲门 可叹这时殿上雷鸣风雨交加 寺内僧众根本听不到敲门声 燕儿此时好像快要生了 疼痛难忍 李大哥只好先将他搀扶到寺院旁边的草棚赞毙 一声惨叫引起天空一声巨响 这时突现一条五爪金龙盘旋于上空 黄绝寺内外瞬间金光乍现 就连寺内的方丈剑子都给惊呆了 燕儿即将临盆 李大哥束手无策 也只能站在草棚外为其守护 看得狼哥手里都攥出一把汗来 眼看园兵快要追过来了 只见天上的金龙口土红灵 接着缓缓落下遮盖住草棚 草棚瞬间消失 这些个园兵追过来后 看得一脸懵逼 刚刚还看到草棚怎么突然不见了呢 这时方丈从寺内出来查看情况 园兵们二话不说就要入室搜查 怎料天空突然大发雷霆 几道闪电劈了下来 给官兵们吓得连连后退落荒而逃 方丈面带微笑抬头看见 已然看出这是真命天子要降师啊 只见天上的金龙一抬头 草棚又凭空出现 金龙随即盘旋而下 投入了燕尔的肚子里 生了生了 终于生了 燕尔露出了女人最最幸福的笑容 李大哥抱着孩子激动的大喊 若兄弟有后了 紧接着草棚上的红灵缓缓落下 包裹住胖嘟嘟的孩子 李大哥一脸惊奇怎么飘来个红灵呢 刚好可以给孩子做个赌头呀 方丈见燕尔已经分娩便走了过来 看燕尔还有血光尚未散去 就邀请他们三人在黄爵寺后面的草屋暂且住下 燕尔和李大哥高兴的连忙道谢 方丈问其婴儿有没有名字 燕尔说丈夫朱七生前说过 要是男孩就起名崇拜 方丈转身一想 今日是二月初二 龙抬头 此乃国之祥瑞啊 于是就给孩子起自国瑞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这孩子是谁了吧 再看这个道长 他夜观天象突然发现真龙已经降世 看得他自己一脸茫然 怎么也想不通那朱七不是早已经死了吗 怎么又会显象出真命天子降世呢 他赶紧掐纸算上一算 可此时却什么也算不出来 这残暴无道荒淫无度的袁顺帝也有欲照 他梦到自己竟在朝堂上品着国家 欣赏着宫女们恶挪的武姿 怎料大殿突然出现无数的毒蛇老鼠 吓得宫女宦官四处逃菜 随即又闪现出一位形似哪吒的青年 手持扫把波挤一扫 蛇鼠瞬间就消失了 注意看这个元朝末代的昏君 他在位期间 时常以汉人为棋子 和大臣们玩乐于鼓掌之间 棋牌上吃掉一子就杀掉一个汉人 放纵士兵在民间奸淫掳掠 强抓民女民副供他们寻欢作乐 一个不高兴 说杀就杀 视百姓为草芥 这天他正在大殿里饮酒作乐 怎料地上突然显现出好多蛇鼠蝼蚁 吓得宫女宦官四处逃菜 这昏君也被吓得大声喊叫 这时又突然闪现出一个形似哪吒的红衣青年 他手持不及扫帚三两下 就将蛇鼠蝼蚁打扫得干干净净 紧接着又手掌日月闪现在皇位之上 原来是因为他残暴不仁 才做了这个可怕的噩梦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突然整个皇宫又摇晃了起来 这时太监接来禀报 说大殿刚才降下一块巨石呀 皇上听后大吃一惊 他自己感觉这是个不祥之兆了 于是赶紧召集文武大臣一探究竟 巨石上写着 天苍苍 地茫茫 圆重改 日月旁 会议桶 东南方 皇上看后怒问百官此乃何意 妥妥丞相说皇上梦中征兆身为不祥安 这大殿出现蛇鼠蝼蚁尽是误会 而又无人能扫 证明我朝将是无能呀 红衣男子能扫出误会 想必此人必有通天的本领 红者 朱也 想必此人一定是姓主 首掌日月 日月乃是乾坤之意 看来这名红衣男子是要掌管乾坤呀 皇帝又问这石头上的寄语做何解释 一旁的大祭司说道 圆重改日月旁 寓意是有人想要改朝换代呀 日月合起来就是个名字 混一桶东南方 寓意这个朱姓造反之人应该在东南方一带 皇帝听后大怒 一声令下 东南方一带朱姓者格杀无论 就这样 东南方便帝狼烟四起 只要是姓朱的百姓纷纷惨遭吐露 本就民不聊生的天下 被这皇帝搞得鸡飞狗跳 尸漂遍野 就这样持续了几年后 金龙转世的朱重八也七八岁了 他穿着破衣烂衫 也不知他得的什么病 头上还贴着好几片羔羊 这时正猫在地里挖野菜 身后突然围过了一群野狼 朱重八回头一看 吓了一大跳 燕尔外出回家里外没看到重八 就火急火燎叫上李大哥帮忙寻找 而重八发现这群狼并没有向自己攻击 就淡定的对群狼说自己在这挖野菜 你们不许吵啊 死话一出 狼群竟然乖乖地握了下来 重八便转身继续挖他的野菜了 这时燕尔和李哥找了过来 野狼看到后迅速起身 凶猛的样子好像要发起攻击 吓得李大哥赶紧做起了防御姿势 重八却倒是非常的淡定 然后说了一句话 这群野狼就乖乖地离开了 野狼离去后 重八让母亲和李叔不要担心 说这些野狼不会伤害我的 他们看似凶猛但很听我的话呢 燕尔和李大哥听后好生气怪 回到家里 燕尔总觉得今天发生的事 是上天在庇佑着自己的儿子 便让重八一起来到黄绝寺进乡拜佛 可重八却拒不跪拜 这时方丈走过来问重八 你娘都在磕头拜佛祈福 你又为何不跪呢 重八回复道 求人不如求己 求佛也不如求己 磕头是为了求佛 你为什么不求啊 求人不如求己 求佛也不如求己 人人都需自度 要是因为有事情才来求佛 那就更有必要了 重八娘此时好生尴尬 可方丈却深感欣慰 说重八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建树 她的将来非同一般呢 于是便想把重八留在寺内培养 重八听后高兴得不得了 说留在寺院还有摘饭吃 总比在家里顿顿吃野菜汤好啊 从此重八就常住在黄绝寺 方丈就受她佛法和兵法典故 还特意叮嘱 现在外面局势动荡 朝廷四处追杀杏猪之人 可千万不能在人前透露自己的姓氏 免得惹来杀身之祸呀 聪慧的重八一点就通 学会了该装傻时就装傻的大智慧 这天刘伯温奉失命下山了解民情 他遇见飞行看到城里官兵正在欺压百姓 当他准备出手相助时 陈有亮从人群里冲了出来 怒问援兵为何要欺负一个老人家 嚣张跋扈的援兵二话不说 就要上去收拾陈有亮 刘伯温见此就在天上施法 陈有亮的刘伯温暗中相助 变得力大无穷 两拳就将官兵打翻在地 看得他师父都蒙圈了 百姓们纷纷为这神童拍手叫好 将来必成大器 道长见自己徒弟突如其来的神力 更加的认定他就是真命天子 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要好好辅佐他成为一代君王 年龄相当的小名王韩林儿也在勤奋习武 红艳教导韩林儿成大事者 必先学会赤苦 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 此时袁庭的祭司上奏顺地 说自己占卜出那诸姓造反之人依然尚在 而且算出就在西南方 但此人有神力护体 因此无法算出此人的长相 只能推算出这人明日会头戴金花梦 身穿羊皮奥 腰脊金丝带 脚下胯有一匹枣红马 还有铁头与铜背左右守护 顺地推算从当年噩梦到现在有七年之久 猜想这人此时应该是个七岁孩童 于是当即下令通知西南各州线 但凡碰到有此特征的孩童 一律格杀勿论 这时陈有亮师父也在寻找真命天子 这天查到个姓朱的小男孩 而且年龄正好是七岁 他以为此男孩就是真命天子 就残忍地将其杀害 正当得意忘形的时候 突然发现天上的帝王星依然在闪闪发亮 而并没有陨落 原来是杀错了人 气得他血都快要喷出来了 为了给徒弟清除竞争对手 他继续寻找 这天跟随罗盘找到了猪崇八附近 突然发现罗盘停止了转动 就将罗盘收了回来 按照指针的方向转身看到 崇八和一个女孩在玩耍 他赶紧走过去 还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 和崇八打起了招呼 问眼前的崇八和小女孩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姓朱的人呢 崇八一听顿时想起方丈的叮嘱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姓朱 小女孩这时差点就说了出来 机灵的崇八赶紧打住说道 姓朱都没有 不过刘大爷家里倒是刚刚生了一窝小猪 他转身准备离去 可又感觉哪里不对劲 又转回来接着问崇八今年几岁了 崇八说自己今年十岁 道长一把抓住崇八凶狠地说 可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十岁啊 崇八说自己没饭吃 顿顿吃野菜汤 要是你整天吃野菜汤 你也会长不高的哦 说完还喷了道长一脸口水 把道长气的破口大骂一通便离开了 走了不远发现还是不对劲 罗盘始终指着崇八的方向 接着罗盘还自行向崇八方向飞去 道长赶紧跟上去 崇八这边正在和小伙伴们愉快地玩耍 突然一个鸟窝掉下正好扣在崇八头上 远远看去就像一顶金花梦 这时他们做起了将军捉强盗的游戏 崇八头带鸟窝腰起草绳 再夹着一根木棍充当战马 猪崇八的身体瞬间金光闪闪 徐达和汤和一个顶着烂铁锅 一个背着破铜镜 这不就是元顺帝要找的几个孩子吗 就在小孩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道长跟着罗盘找了上来 可三个男孩一起 他也无法断定谁才是真命天子 于是随便抓住一个就要将其置于死地 他这是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心态啊 情急之下 崇八就持木棍冲了上去想要解救玩伴 道长又反手一把掐住了崇八的脖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个臭道士在追杀七岁姓朱的男孩 危急关头 远处飞来的石子打在臭道士身上 猪崇八因此而获救 这是韩林儿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只骂这个臭道士不知廉耻 欺负一群小孩子算什么本事 看我怎么收拾你 道士冲上去就要收拾这个小鬼 韩林儿人小胆大 丝毫不拒就和道士打了起来 猪崇八他们变成了拉拉队 奈何韩林儿年幼 被道士打趴在了地上 崇八他们赶紧捡起石子攻击 可道士一个转身就将石子全收于袖中 打闹声引来了路过的援兵 道士只好先行逃走 其实这些援兵也是来抓崇八的 援兵上前询问孩子们几岁了 机灵的崇八连忙抢着说 自己已经十岁了 援兵听了不大相信 说十岁怎么个子这么矮啊 崇八说他们可能是因为整天吃不饱饭 所以才长不高吧 接着指了指道士逃跑的方向 让援兵们赶紧去抓坏人 我们快去追 一旁的吊毛却建议把崇八他们抓回去交差 领头的见这些小孩穿得破破烂烂 一副乞丐模样 还说皇帝要的是头戴金丝帽 腰缠金丝带 胯下骑着一匹早红马 左右还有两个护卫的七岁男孩 他们其中若是有真命天子的话 自己岂不成神仙老子了 说完便继续去别处查找了 真命天子朱崇八又逃过了一劫 而且还结识了将来的小名王韩林儿 晚上崇八回到黄爵寺 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方丈 方丈担心崇八的真身锋芒太露 就在崇八的掌心写下一个佛字 希望佛法能够掩盖住崇八的真浓气息 此时的道士以为援兵会缉拿的 就一路逃窜到了深山里 他为了给徒弟陈有亮清除竞争对手 也为了他自己的将来 就发誓定要除掉今天遇到的这几个男孩 这时无意抬头看到天上的帝王星暗淡了下来 他以为真命天子已经死了 激动的哈哈大笑 其实是方丈封印了朱崇八的真龙气息 刘伯温回山后 蒋出游看见陈有亮不为全是帮扶弱者的事迹 告诉了师父 问师父这个人是不是自己要辅佐的人 师父却说天机不可泄露 你们如若有缘自会相见的 而你当前要做的是要习透法术 将来不但要辅佐天子 而且还要降妖除魔以清天下 在看崇八这边 这天他在给未来的皇后马秀英帮忙 给刘元外加放鹅 也不知怎的放少了一只 刘元外得之后大发雷霆 马秀英再怎么求饶也没用 崇八便把责任担了下来 刘元外就拉着崇八去向崇八娘索赔 一只鹅就要二两银子崇八娘和标树无奈 只好拿出所有的积蓄才凑出了二两银子 马秀英这边就更惨了 他爹娘死得早就被寄养在叔父家里 叔父是个残疾沈娘是个恶父 回家就遭到了沈娘一顿毒打 还不许吃饭罚贵在漆黑的雨地里 马秀英生来皇后命却是没少遭罪啊 而朱虫巴身在寺院却不问佛法 说当今这么多人吃不饱饭 还要交科捐杂税 问方丈是不是因为皇帝昏庸呢 方丈说皇帝昏不昏庸自己不敢断言 不过一个好皇帝定会欣系天下以民为本的 崇八又问 是不是只要有个好皇帝 天下人就都能吃饱饭 富人就不会欺压穷人 官兵也不会草菅人命了呢 方丈说只要是太平盛世 天下定然会安定祥和封一族似的 我要是有机会能当皇帝 我一定要做一个爱国爱民的好皇帝 方丈听此觉得果然没有看错人 这时标叔急匆匆的跑了过来 原来是崇八娘常年食不果腹积劳成绩 已经病入膏肓 方丈看后也无能为力 崇八娘自知命不久矣 她将崇八托付给了方丈和李大哥后 便在崇八怀里闭上了眼睛 从此小崇八就成了黄爵寺的杂工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小崇八也长大成人了 这天她干活干累了 看四处无人就偷其懒来 就地而睡 这时方丈走了出来 仔细一看 这睡姿不就是个天字吗 方丈上前想唤醒的 怎料她还不忘扫把侧个身又继续睡了 方丈瞪眼一看 又出现个子字 这个男子的睡姿真奇怪 方丈过来一看 这不就是个天字吗 方丈看地上梁想唤醒的 睡梦中的崇八翻了个身 竟然又变成了一个子字 老方丈看到这一幕简直惊呆了呀 合起来不就是天字吗 还有更奇怪的事呢 这天她想尝尝马秀英口红的味道 怎料汤和徐达还有大牛他们突然出现 搞得崇八和马秀英二人好是尴尬 随后他们玩起了皇帝登基的游戏 傻头傻脑的大牛戴上草帽率先 坐在巨石上扮演皇上 她还想得到美 指着马秀英说让她当皇后 可马秀英喜欢的是猪崇八 就不愿意当这皇后 大牛学皇上学的有模有样 指着崇八让她下跪参拜 拜你 不好吧 为什么 猪崇八说 因为母亲曾经说过我是地牛 是不可以随便乱拜的 乱拜会地牛翻身 还会引发抵震呢 可大牛根本不相信 非要崇八拜 真的要拜 必须拜 好 猪崇八缓缓曲下身体 她这才单膝跪地 就瞬间地动山摇把巨石上的大牛掀翻在地 这是崇八指高气扬地说大牛 这回你该信了吧 可大牛还是不信 于是就让崇八去当皇上 还想将崇八也给拜倒在地 崇八结果草帽缓缓地戴在了头上 她那严肃的神态 王者风范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她缓慢地登上巨石 坐了上去 把下面的马秀英都给迷呆了 玩伴们纷纷跪地参拜 只见崇八头上的草帽瞬间变成了皇冠 一声中钦平身后 大牛起身纳闷问崇八 你怎么没帅倒啊 崇八开心得不得了 汤和认为 既然拜不到她 那她就是皇上了 这时小虎和大牛便开始讨官了 说我们拜了你老半天 你也该封我们个职位吧 崇八见此就乐呵得最先封了马秀英为皇后 马秀英听后简直乐开了花 开心地登上巨石 崇八卸下头上的草帽戴在马秀英头上 只见草帽瞬间变成了凤冠 给玩伴们都看傻眼了 接着又封汤和为大将军 大牛小虎一听急了 说他们两个都封了 那我们两个呢 崇八挠了挠臭头思虑了片刻说道 那就封你们为大太监吧 永远陪在朕左右 死化一出 一片哗然 大牛小虎目瞪口呆的解开腰带一看 真没想到猪崇八的一句玩笑话 他俩后来还真的成了太监 与此同时 刘伯温正在练习上乘法术 师父告诉他 真宁天子已经长大成人 该是你下山辅佐天子的时候了 并且叮嘱刘伯温 下山前先去附近的寿仙山一趟 说那里有他需要的东西 刘伯温拜别师父后来到寿仙山 可四处转变了也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于是就随意施法看看 怎料看似平常的山体居然显现出个隐蔽的山洞 刘伯温走进洞内查看 发现里面还有一道石门 石门上刻着 此门只有刘姬可破几个字 刘伯温看后甚是不解 于是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一掌过去 石门果然被他给劈开了 他进到了山洞内部 发现这里竟然关押着一只猴子 白元得知刘伯温的来历后 感觉自己要重获自由了 就高兴得不得了 大喊着自己有救了 刘伯温看得一头雾水 问白元此举何意 白元说道 自秦朝张子房的黄石宫秘传 扶刘邦开创了大汉后 就将天书收藏于此 自己当年为了躲避敌人进入此洞 因而有缘见此天书才学会了说人话 但被洞内的机关给困住了 然后指着一旁石桌上的天书画轴说 这天书奥妙无穷 有缘人才能得知 还说石壁是被你破开的 那这天书就归你了 这画轴里画的是五虎图 五虎代表着五虎上将 也就是五个能辅助真命天子的人 当你找到一位虎将 那画中老虎便会化为人形 当所有老虎都变为人形之时 也就是真命天子起义之日 刘伯温得此宝物后想报答白元 他想施法劈开锁链放白元自由 可他的劈空掌根本就斩不断锁链 白元说只有这石壁内的伏魔剑 才能劈开这锁链 但这伏魔剑会自选其主 不知你能否将此剑收服 刘伯温听此就一掌劈了过去 石壁破碎 伏魔剑随即飞了出来 但不停地四处乱窜 任凭刘伯温怎么抓都抓不住 刘伯温无奈地对着伏魔剑说道 如果我刘姬得不到你的话 如何辅助真命天子拯救天下苍生呢 没想到此话一出 伏魔剑竟主动飞到了刘伯温手中 他得到伏魔剑随手一挥 锁链轻松被斩断 刘伯温看着手里的宝剑惊奇万分 重获自由的白猿搜的一下 就窜到了洞外 高兴的就像重获自由的孙悟空 随后借过刘伯温便瞬间消失了 刘伯温看了看五虎聚骑天子县的华州 就决定前往钟离县看看能否有所收获 与此同时 长大成人的韩林儿正在勤奋习武 师父红艳走了过来 说教主为了扩充白连教四处奔波 已经积劳成绩 无力在征战天下 因此让韩林儿勤奋努力尽早坐上教主之位 此时几个教徒抓了三个援兵过来 援兵说自己是朝廷的人 警告白连教赶紧放人 韩林儿就下令放了他们 并且跟这几个援兵说 你们只管往前跑 如果我从一数到二十 你们还没跑掉的话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援兵们感觉不对撒腿就跑 即便他们跑得很快 可韩林儿数到二十下后 一个陵波微步片刻就追上了他们 顺手就将其给送回了老家 一代萧雄陈有亮也非常用功 如今已是学有所成 师父还说徒弟陈有亮 把自己一身本领全给拿走了 陈有亮却调皮的说师父有藏丝 还未教自己法术 没想到一句话戳到了师父的痛处 道长尴尬的说自己并不是藏丝 只因这法术练了汇举后 陈元外听后大失一惊 赶紧叮嘱外孙千万不要偷血 陈有亮听后感到非常失望 但他师父道认为陈有亮的武艺 绝不亚于江湖上的一流高手 不过唯一欠缺的就是御敌的经验 因此决定让陈有亮出去历练一番 陈有亮听后高兴极了 可母亲和外公却觉得亮儿年纪尚轻不放心 道长说陈有亮乃是青龙转世 是真命天子 他遇到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 陈元外一听外孙是真命天子就来劲了 就痛快地答应陈有亮出去闯荡 还说将来真有这一天 那道长可就是国师了 他们这么一聊 个个都高兴地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这是陈有亮说自己从小就听说真命天子 问师父什么才是真命天子呢 陈元外听后赶紧打住 让陈有亮藏在心里千万不要外养 道长交代陈有亮 说天下纷争即将开始 让你出去历练是为了让你增加经验 如果路上遇到能人意识 一定要尽力让他成为你的朋友 这样会对你的将来有很大帮助 还指引陈有亮前往东南方向闯荡 最后拉着陈有亮的手 让其一定要记住 如果遇到让你心生惧怕 而且相貌异象的对手 你要竭尽全力杀了的 而且宁可错杀 也不可以放过此人 头贴高药的猪虫八不但是个臭头 而且还是个滑头 这狗粮洒的连一旁的老牛都看得不好意思了 一阵打闹后 马秀英掏出窝窝头给崇八吃 可崇八却不吃 其实并不是崇八个气 而是他发现每次吃秀英给的东西是 秀英撒谎说自己吃过了 却偷偷在咽口水 原来这吃的都是马秀英嘴里省下来的 这时崇八又发现 问秀英手指为何又糙又粗 秀英尴尬的说自己又不是大小姐 家里有干不完的活当然会粗了 还说自己不但手粗 而且脚也大呢 此刻崇八的心酸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随后马秀英还给崇八喂了起来 想必崇八此时是甜在嘴里酸在心里 到了下午 崇八这牛官也该下班了 这是迎面走来两个白脸叫的人 其中一人还背着个富家小姐 这鬼鬼祟祟的样子 走得特别急忙 一看就不正常 崇八看到这姑娘的眼神好像是在求助他 手脚还被绑住 因此觉得这姑娘肯定是被这二人给挟持了 于是就大声叫住了他们 崇八又看了看这位姑娘 说这姑娘穿着打扮一看就是非复即会 他出门一没有轿子 二没有婢女相伴 而且手脚还被绑着 所以 他一定是被你们绑来的对不对 白脸叫的人冲上去就要收拾这小子 崇八绕到姑娘身后 发现姑娘衣服上有根脱开的线头 他机智的扯下一根线头 白脸教徒怕在引来路人 就被这姑娘急匆匆的跑了 崇八则拉着线头得意了起来 然后还不慌不忙的坐在地上带圆 这是一对援兵火急火燎的从他跟前跑过 崇八叫住他们 问他们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的漂亮姑娘 援兵问崇八怎么知道的 崇八拿出手中的线头说 只要沿着这根线就能找到 崇八怎么也没想到好心帮忙 却没得到感谢 还被强拽着一起去找 这姑娘的身份果然不一般 原来是朝廷哈马太尉的女儿 名叫托雅 白脸叫想用托雅来威胁哈马太尉投靠他们 这时他们发现一根长线 察觉到很奇怪 就顺着线头查看 刚走到门口 突然大门被一脚踹开 援兵们冲了进来 三两下就将二人给解决了 援兵领头告诉主人托雅 说幸好路上遇到一个放牛小子 我们才找到此处的 这时崇八跟了上来 手里还扯着线头拉个不停 把人家姑娘的衣服扯得肚脐眼都露出来了 还嬉皮笑脸的上前打招呼 托雅觉得被调戏 上去就是一耳光 崇八这好事办的反而挨了一巴掌 就想上前收拾这刁蛮小姐 可看着眼前彪悍的援兵 她只好自认倒霉了 当她准备离开时 又被拖牙给叫住 崇八问还有什么事 你回哪去啊 我要去哪 需要向你报告吗 我 当然是回家了 再见 不 别再见 袁顺帝自噩梦欲知有朱姓人要夺他的王位以来 对姓朱的汉人追杀一直就没有消停过 这些蒙古鸭子要杀尽天下所有姓朱的人 英俊的陈友亮出来历练 这天正好来到此处 他看不惯援兵欺压百姓 滥杀无辜 便出手和援兵干了起来 后来的陈友亮不会为一方霸主 原来他年轻时不但一身正气 而且武艺超群 几十个援兵被打得落花流水 奈何援兵使出了弓箭 陈友亮虽勇 但难敌多剑齐发 他中剑后只好趁机逃离赞比锋芒 逃跑途中遇到了正在放牛的崇巴 崇巴过去查看情况 怎料陈友亮说了句被援兵追杀就晕死过去了 崇巴正想办法施救 这时援兵朝这边追来 崇巴只好勉为其难地上前阻拦 说自己的牛歹小 你们别惊了我的牛啊 注意看 一根芦苇竟然能杀死一头牛 他们杀牛做什么呢 上集说到陈友亮被援兵追杀 朱崇巴见子就上前阻拦 援兵见这小子拦路 问起想干什么 崇巴说自己在这里放牛 你们在此乱跑会惊着我的牛的呀 这时副将看见崇巴后面有个人 崇巴赶紧演示说哪有人啊 那明明是一头牛躺在那里呢 怎料话音刚落 地上的陈友亮竟真变成了一头牛 援兵一把推开崇巴上前一看 这不就是一头牛吗 你怕什么 援兵们见识一头牛就离开了 崇巴自己一脸懵低 惊讶地看着地上的陈友亮 说这明明是个人 怎么在他们眼里就成一头牛了呢 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拥有一张皇帝嘴 说什么就是什么 随后便把陈友亮带到一山洞照亮 待陈友亮醒来后 他俩还成了朋友 这天他们一帮伙伴在一起放牛 憨大牛提议说既然来了新朋友 那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呀 这猪崇巴还真敢想 他要杀头牛来款待陈友亮 大牛小虎听后高兴得不得了 汤河说我们又没刀 怎么能杀到了牛啊 崇巴指着一边的芦苇当说 那不就是刀吗 这时就连傻大牛都认为 猪崇巴是脑子有变 汤河耗来芦苇后 问崇巴这芦苇怎么杀得了牛啊 崇巴却命令汤河赶快动手 还说大家都等着吃肉呢 一旁的陈友亮也一脸都不相信 只见汤河举起手里的芦苇劈了下去 怎料芦苇竟真的变成了一把长刀 一下子就将牛头砍了下来 把这些小子都吓了一跳 崇巴自己也惊呆了 没想到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芦苇竟真的能杀牛 大牛指指崇巴说 这下你可完大了呀 你杀了赵元外家的牛 看你拿什么赔呀 崇巴听此也有点慌了 挠了挠他那臭头 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个鬼点子 他给伙伴们安排了一顿烤肉后 竟然把牛头丢到了河中央 还把赵元外叫到了河边 说牛自己下河去洗澡 现在怎么拉都拉不上来呀 元外见此就叫了一大帮人过来帮忙了 崇巴心想 这么多人拉 如果牛头被拉上来 那岂不是漏下了 于是心中默念 要是绳子突然断了就好了呀 怎料绳子竟然真的突然断开 元外急忙吩咐家丁下河去了 崇巴这时又喊 哎 下河去 牛往下沉了 快点 怎料话音刚落 牛头竟真的沉了下去 给元外富富气的 揪着崇巴耳朵一阵怒骂 还要崇巴陪牛 这时沉又亮出来替崇巴说话 说又不是他把牛放丢了 牛是自己下河洗澡的 大家都有看到 所以这是你不能怪崇巴呀 不然的话我就出去到处乱说 说你们两口子对人刻薄 还强加罪名在别人头上 以后看谁还敢给你们干活 元外两口子被沉又亮对得哑口无言 只好就此罢了 但从此也解雇了朱崇巴 随后沉又亮就向崇巴到了别 而白莲教这边 教主寒山童久病不遇 又护法就野心勃勃想篡夺教主之位 还以副教主之位加以利诱左护法红颜 让其助他一臂之力 可红颜只忠于教主 并说自己一定能找到更好的药物 治好教主的病 又护法却说 教主这并未有千年和守屋可治 可当今此药根本就不存在 没想到红颜正好治的 说此物原为顺地所有 后来赐给了哈玛太尉 所以这千年和守屋应该在哈玛太尉手上 这是韩林尔过来说的 只要此药尚存 自己必须要拿到此药 并且从师父红颜口中得治 哈玛太尉此时正在中离县抓民夫 因此韩林尔也去了中离县 此时又护法巴布的韩林尔死在哈玛太尉手里 再等韩山同意死 自己则可以顺理成章地接任教主了 红颜派出的白莲教徒 想拿下哈玛太尉的女儿托雅 用作交换千年和守屋 托雅的护卫即将不敌之事 途经此地的陈有亮突然出现 便出手救了这个漂亮妹子 当他看到托雅容貌的时候 就被托雅的美貌深深吸引 拖雅走了之后 陈有亮不禁地感叹 实在是太美了 随后陈有亮接着去寻找其人异事 走到此处突改异动 这时树林中突然窜出一群援兵 陈有亮虽然武艺高超 但以一己之力也难以对付重兵何为 这边寻找真命天子的刘伯温刚好途径此地 无意中看到竟然有一条青龙盘旋于上空 刘伯温赶紧随打斗声过去查看 陈有亮寡不敌众被打成了重伤 危机之时 刘伯温现身相助 让陈有亮先走 自己来拖住援兵 陈有亮一路逃窜到了黄爵寺 正在打坐的方丈突见星光闪耀 便出门查看究竟 当方丈看后 令他大吃一惊 和尚竟然吃蟑螂 这可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啊 上集说到陈有亮受伤来的黄爵寺 方丈上前看到这男子头上居然盘旋着一条青龙 顿时都被惊呆了 他轻轻上前想唤醒这个男子 没想到陈有亮突然惊醒并拔剑相降 方丈觉得此人头顶青龙绝非普通人 便将其收留在黄爵寺养伤 与此同时 朱崇八这边收到汤河的消息 说援兵在到处抓民夫给皇上修宫殿 于是决定先去黄爵寺暂避一时 走前打算去告诉马秀英一声 怎料他出门就碰到了援兵 崇八见此撒腿就跑 可这小子一时慌乱竟跑到了悬崖边 正当走投无路之时 韩伶尔途经此地突然出现 他自曝大明后就将援兵杀得片甲不留 崇八听说了韩伶尔的名字 瞬间想起自己七岁那年被臭到是追杀 当时出手相救的那个男孩就叫韩伶尔 可韩伶尔却是贵人多忘事 崇八好生尴尬 就让韩伶尔看了看他那臭头 韩伶尔终于想起来了 但人家心高气傲地说自己是白莲教的圣童 也是未来的天子 崇八听后大吃一惊 还拉近乎让韩伶尔收他入白莲教 韩伶尔听后不懈地看了看这臭头便转身离去了 这时大队的援兵来到黄爵寺 要搜查捉拿陈有亮 两个小僧赶紧跑来通知陈有亮 陈有亮一听拿起剑就要出去和援兵拼命 和尚说你这样出去 岂不是告诉援兵本寺窝藏侵犯吗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到底该怎么办 小和尚说权寺上下就你不是和尚 你一出去就会被抓呀 陈有亮听了这句话灵机一动 想到了个好办法 没过一会援兵就闯了进来 看到一个和尚正在面对墙壁念经 还晃头晃脑的敲着沐浴 援兵们手握刀把小心翼翼的上前查看 方丈这时走了进来 谎称这是自己的一个徒弟 只因他一心钻研佛法日夜念经 所以导致精神失常 援兵不解他那脸上怎么会长毛呢 方丈解释说这傻徒儿常年不休 也不让别人给打理 别人碰到他还咬人呢 援兵听此有点惧怕了 陈有亮一听这话就立马扑上去要咬人 援兵将其一把推开 此时陈有亮看到地上有只蟑螂 他就索性装的像一点 扑过去抓住蟑螂就往嘴里在 还装出一副好吃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 方丈和胖和尚都惊呆了 援兵吓得赶紧提醒方丈 一定要把他锁起来 千万别让他出去吓到人啊 说完便带上手下赶快离去了 方丈看到陈有亮的举动 觉得此人将来必将是称霸一方的霸主 但是看他目光内还杀孽之气 便想留陈有亮在黄厥寺 多读经书修身养性 可陈有亮却心想自己乃是真命天子 吃斋念佛对自己取得天下毫无鸟用 海星高气傲地说自己只是暂时在此借助而已 走的时候定少不了贵寺的香油钱 方丈听到这番话倒是另眼相看了 这天猪虫八和汤河一起来到黄厥寺赞币 胖和尚痛快地答应了汤河 可一看到臭头猪虫八 就不想让其留在寺内 还将其给轰了出去 到了晚上 无处可去的猪虫八坐在寺门口发呆 这时方丈刚好走了出来 就让虫八住在寺里干点杂活 刘伯温以为前几天见到的青龙兴就是真命天子 可找了几天也没找到陈有亮 这时偶尔看到青龙兴在黄厥寺方向闪耀 于是就决定前往黄厥寺寻找 第二天 方丈令胖和尚为虫八汤河二人替发 胖和尚给汤河剃完后该给虫八剃了 可这死胖子竟然嫌弃虫八是臭头不给剃 还欺负虫八将其领到偏店打扫卫生 并且警告虫八不打扫干净就不给饭吃 虫八一看头都大了 但为了吃饭只好挠了挠他那臭头开干了 奈何这佛像太多并且摆放凌乱 根本没法打扫 虫八无意说了句 四大金刚啊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先出去一下 等我打扫干净了你们再进来住着不也舒服吗 怎料话音刚落 佛像居然开始动了 出大事了 佛像竟然自己走出了佛殿 和尚见此都惊呆了 只因他欺负朱虫八让其打扫佛殿 活不干完就不给饭吃 虫八看殿内非常凌乱不好打扫 就说了句玩笑话 让众佛先出去 自己打扫完了你们再进来 怎料虫八这皇帝口一开 佛像居然真的纷纷走出了佛殿 前来监督虫八干活的和尚 看到眼前这一幕 差点被吓尿了裤子 他大喊着去找大师兄禀报 虫八闻声跑了出来 心想这要是被方丈看到了 还不得将自己赶出黄绝寺 虫八焦急的看了看这巨大的佛像 一时不知所措 慌乱之下就鞠躬行礼祈求说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还是快点进去吧 要不然我师兄他们来了 我可就完蛋了呀 没想到此话一出 众佛像居然开始动了 只见佛像缓缓转身向大殿内走去 虫八怕佛像相互碰撞 就说你们要排好队 要有秩序的一个一个进阳 佛像听虫八这么一说 就有次有序的回到了大殿原来的位置 这是和尚把方丈等人叫了过来 把自己看到的情形告诉了方丈 随行的汤和和陈友谅听了根本就不相信 方丈也觉得不可思议 还说要是崇八真的这么干 我一定会把他赶出黄绝寺 胖和尚二人一听高兴极了 当他们来到佛殿前 只看到崇八正在认真的打扫着台阶 并未看到一尊佛像 方丈问这两个和尚 你们说的佛像在哪呢 和尚顿是傻眼了 一时不知做何解释 这时崇八开心的说佛像自然是在大殿里 方丈便进入殿内查看 胖和尚也觉得小和尚是撒谎 就给了小和尚一个脑瓜子 还说只有猪脑子才会信你 那臭头的力气怎么可能搬动佛像呢 莫非这个臭头会有数 方丈来到殿内看到佛堂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满意地夸赞了崇八一番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这个小和尚倒是眼力挺毒 此时他发现四大天神的位置摆放错了 风条雨顺应该是风雨在左 雨顺在右边才对啊 于是连忙去追方丈回来 崇八一看坏了 就赶紧对佛像说 你们占错位置了赶快换过来啊 佛像听崇八一说也就调换了位置 等和尚把方丈叫回来后又傻眼了 方丈看到佛像摆放的位置有刺有据 并无不对之处 就斥责两个和尚身为出家人尽口出谎言 还惩罚他们挑一百袋水 并且把院内的柴火全部劈完 干不完就不准他们吃饭 崇八听后看着佛像在一旁偷乐了起来 而他还不知自己的马皇后要嫁给傻大牛了 马秀英那恶毒的沈娘为了重金彩礼 就强迫秀英嫁给有钱人家王源外的儿子大牛 奈何秀英怎么反抗也没有 正当准备拜堂之时 二虎着急忙慌跑了进来 说外面到处在抓男子进宫当太监呢 我就是被追赶到此专门来通知你们的呀 王源外听后说的 本料话音刚落 袁兵就闯了进来 要将青年男子通通抓起来 就连正在拜堂的新郎官也不放过 王夫人连忙拿出银子 想让袁兵放儿子一马 怎料这袁兵却是个拿人钱 才不给消灾得住 一声令下还是要把大牛给带走 这新郎官没了 本就不愿嫁的秀英本该解脱了才对 可失去儿子的恶父 王夫人总认为秀英是扫把星 救手时扫把对秀英一顿打骂 骂秀英是个扫把星狐狸精 秀英遭受一顿毒打后 又被退回给了沈娘 沈娘看到遍体鳞伤的秀英 不但没有同情之心 还因到手的彩礼被对方要回去 就气得对秀英又是一顿打骂 这是浑然不知的朱崇八 正在被漂亮的小姐姐纠缠 托亚带着官兵来到黄爵寺找崇八 崇八原以为托亚是来报答他救命之恩的 还说算了 那件事情自己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我说了 是来跟你道歉的吗 把他给我抓起来 这个把崇八给整蒙逼了 原来托亚是要崇八赔衣服的 说上次被崇八扯破的衣服是皇上所赐 今天不赔衣服不但要杀了崇八 还要拆了这黄爵寺 崇八听后怒视道 我救了你 你不敢恩还恩将仇报 今天要钱没有 不过我身上的肉还算结实 你喜欢的话就拿去很好了 你 好啊 你没钱赔也可以 不过 我给你出一道题 如果答对了 那衣服就不用你赔了 如果你答不上来 不但要拆了这黄爵寺 还要要了你这脑袋 好啊 你要出什么题目 你说吧 你要出什么题目 我的脑袋有几斤重啊 这脑袋在小姐的身上 又不能剁下来抄 这 这又怎么算啊 还说如果回答不上来的话 本小姐不但要砍了崇八脑袋 还要拆了这黄爵寺 崇八挠了挠她那臭头说道 小姐的脑袋不多不少 正好酒精 不信的话 你自己割下来撑一下就知道了 脱雅本想刁难崇八 没想到把自己装了进去 气得只好说自己要留在黄爵寺修身养性 还指明了要诸崇八服侍她 看样子这是要粘上崇八了呀 崇八不想给黄爵寺带来麻烦 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陈有亮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和崇八打情骂却 就气不打一处来 为了找回自信和面子 便向崇八发起了挑战 要比是搬手腕 来就来 这不必不知道 一笔才知这崇八竟有如此神力 陈有亮那充满杀气的眼睛盯着崇八 并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崇八见此就决定为陈有亮保留尊严 但自己又不想认输 于是心中暗想 要是现在这个石桌能列成两半的话 那就没有输赢了呀 怎料石桌真的突然分成了两半 陈有亮过于用力造成手腕瑟瑟发抖 却发现崇八跟个没事人似的 高傲的他并不服输 又提出要鄙视射箭 本不想鄙视的崇八 见陈有亮态度强硬就只好答应 他们来到树林中 只见陈有亮摆出一副英雄气概的姿势 一剑三发直中靶心 两个马屁精和尚连忙拍手叫好 还鄙视朱崇八 说你可能连剑靶都射不中了 崇八说自己也能射中靶心的 陈有亮趁机又进行言语挑衅 想看看他究竟有多大能耐 说崇八你能射中剑靶就不错了 我不但能射中红心 我还能够把剑射到屋里以外去呢 崇八悠然地接过剑弓 买出了破竹之势用力拉开弓弦 瞄准把心一剑射出 只见那箭头以破竹之势穿过气流 然后一下子击穿了把心 并且一气呵成势如破竹飞向了远处 把两个马屁精都给看啥了 看得陈有亮也一脸的出乎意料 不会是到屋里之外去了吧 那箭头长驱直入穿过树林 飞进了一个山洞 还恰巧扎在了正在睡觉的花豹屁股上 花豹一声惨叫后腾晕了过去 可两个和尚还是不相信崇八的能力 认为这把心是陈有亮用力过猛将棋给射烂了 才让崇八刚好解了个漏 说完就去附近找箭头了 这是陈有亮抓住崇八的手 说你果然是深藏不露啊 其实崇八也不知自己能说到做到 就笑呵呵的去找箭了 这是刘伯温为了寻找真命天子 也来到了黄爵寺 突然发现一条金龙在树林上宫盘旋 他断定要找的人就在这附近 就连忙来到树林处寻找 这时找箭的崇八走了过来 看到刘伯温还上前打了个招呼后 又去另一处找箭去了 刘伯温看了看崇八的身影 却认为崇八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紧接着陈有亮也走了过来 刘伯温转身一看 看到陈有亮身上有一条青龙环绕 注意看 青龙环绕于身的陈有亮缓缓走来 刘伯温见此大事一惊 他二人擦肩而过 刘伯温误以为眼前的青龙星就是真命天子 但考虑到自己天书上的法术尚未练成 目前还不宜和真命天子相见 于是决定就在暗处保护青龙星 陈有亮他们为了验证朱崇八的神力 决定前往中离山寻找崇八射出的那支箭 可小和尚其实崇八是臭头 说此山是汉中离修行得道之圣地 就拦着崇八不让去 陈有亮他和二人寻到了一处山洞 他俩点燃烛火向山洞里面走去 发现崇八射的那支箭正好射中了一支花宝 陈有亮拔出花宝身上的箭 不可思议地念叨着 朱崇八你果然将这支箭射到了无理之外 汤和满脸疑惑地说 可是我大哥从未练过剑法呀 就算天生有神力 也不可能把剑射出无理开外呀 陈有亮看着花宝和手上的剑 心想朝廷到处追杀要造反的朱庆之人 这朱崇八也刚好姓朱 看来应该好好摸一摸这个臭头的底细 二人转身离开后 手上的花宝瞬间变化成了人形 原来这是一支修炼了千年的豹子经 这山洞本就是豹子经的家 并且和黄爵四方丈早已约法三张井水不犯河水 怎料或从天降 被朱崇八一剑射中 还破了他修炼多年的阴阳大法 此时崇八从汤河口中得知自己射中了一支花宝 就自责的不得了 还让汤河改天带他去好好拜祭这支花宝 这时陈有亮走了进来 说明天一早要向崇八讨教武功 崇八说自己根本就不会什么武功 可陈有亮未摸清崇八底细 说明早必须要过过招 还说完就直接上床睡下来 把崇八搞得好是无奈 他看陈有亮态度强硬也不好说什么 就拿出经书去找方丈探讨佛法了 到了深夜 豹子经来报仇了 他一眼看到熟睡的陈有亮竟然有青龙环绕于身 于是准备上前看个究竟 这时土改身后有动静 豹子经迅速隐匿了起来 崇八进来关了门 怕惊动别人休息就轻手轻脚 此时的豹经并不知此人就是朱崇八 崇八上床室 感觉有个什么东西搁着屁股来 他拿出来一看 原来是白天自己射出去的那支箭 豹经看到剑顿是明白了 你就是朱崇八 花豹经一步步向毫无防备的崇八靠近 崇八反应过来是 豹子经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 危机关头 陈有亮汤和突醒出手抵挡 豹子经见识向外逃去 陈有亮汤和紧跟着追到了外面 经过七七四十一分钟激烈的打斗后 豹子经突然停了下来 陈有亮问眼前的阿姨是谁 豹子经看着陈有亮 心中暗响若不是看在你是青龙转世的份上 我早就杀了你了 这时崇八跑了出来 大声喊着让汤和二人小心 自己去叫人帮忙 找死 你是谁 陈有亮 他是不是朝廷的人 应该是 有亮 汤和 你们小心 我去桥中 找师兄弟们起来帮忙 找死 朱崇八被暴惊一掌打晕了过去 他和陈有亮赶紧跑过去查看崇八上市 这时伏魔剑伴随刘伯温及时出剑 主公 受惊了 接着就和豹子经打了起来 一阵打斗后 豹子经见刘伯温的伏魔剑威力巨大 就趁机溜掉了 刘伯温随之追了上去 第二天 陈有亮暗自心想 自己并不认识昨晚那个出手相助的道士 可他那一句主公又是对谁叫的呢 难道他已经看出我就是真命天子呢 但转身看到崇八后 又想到会不会是在叫朱崇八呢 疑惑的陈有亮走到崇八跟前 想到最近的几次切磋 自己均处于下风 而自己出来闯荡历练以来 还从未遇到过令自己畏惧之人 唯独遇到这小子之后 心中竟然有了畏惧之心 想到这里 陈有亮便对崇八产生了排除隐患之心 当他正要出手杀了崇八时 被刘伯温刚好看到 刘伯温准备出手阻拦 突然传了一声喊叫 二人同时收手 原来是汤和叫来方丈为崇八疗伤了 方丈一番观察后说崇八并无大碍 他只是受了惊吓而已 方丈话刚说完 崇八便被话语声惊醒了过来 与此同时 韩林儿未给父亲治病 就挟持了哈马太尉去取皇上次的千年和首屋 怎料刚走到门外 就被重兵团团围住 哈马太尉趁韩林儿荒神之时发起反击 重兵一拥而上 寡不敌众的韩林儿奋力杀出了一条血路 他身负重伤一路逃算 没想到竟然逃到了善良的马秀英家门口 好心的秀英将他带到了一处煽动养伤 韩林儿看着漂亮的秀英 还渐渐地产生了爱意 身体恢复后 常常来到秀英屋外默默地探望 这天晚上 秀英和叔父沈娘一起吃饭 这恶父沈娘平日常常虐待秀英 今晚却对秀英一尝得好 不但把平日吃不起的肉夹给秀英制 而且吃完饭还不让秀英收拾碗筷 并催促快点回屋休息 整得秀英心里一时不解合一 秀英回到房间准备睡觉 当他熄灯拉开被子时 遭老头子王源外怎会再死呢 秀英被吓得惊慌失措 王源外说他儿子大牛被抓进攻当了太监 所以想让秀英给他传宗接代 还说自己给秀英沈娘花了大把的银子 秀英听后坚决不同意 遭老头子见好说不行就霸王硬上工 秀英一阵激烈反抗下 被打得满脸是血晕了过去 就在秀英即将要被强行凌辱之时 韩灵儿及时出现 将这老畜生一阵拳打脚踢打了个半死 随后又半成厉鬼 把秀英沈娘一顿暴打叫去 其实崇八这边也不好过 两个和尚又给找是欺负他 说似外的地里长满了杂草 让崇八去清理干净 而且还不允许找人帮忙 活不干完就不让吃饭 无奈的崇八只好答应了 当他来到地里一看 竟然这么大一块地啊 别说是一天就是三天都干不完啊 为了吃饭只有埋头苦干 可努力割了老半天 才割出一小块地的杂草 眼看太阳就快要下山了 急得崇八直挠他那臭头 对着眼前的稻草人说道 我说稻草人啊稻草人 你们应该下来帮我割才对啊 怎料崇八一句玩笑话 只见上天一道金光鸡在草人身上 草人瞬间变成了大活人 车头跟你说话呢 车头车头那边有鬼 注意看这到底是草人还是活人呢 上集说到猪崇八对草人发起牢骚 说到草人呀到草人 我猪崇八一个人在除草 你们全在那看着 这也太不够意思了 你们应该来帮帮我才对啊 崇八说完便接着低头干活了 就在这时 天上突现一道金光照射在草人身上 草人瞬间变成了大活人 纷纷向猪崇八方向跑去 在崇八身后学起了拔草的动作 崇八向左 草人跟着向左 崇八向右 草人也向右 崇八累了起身拍手歇息 草人也站了起来拍手 崇八听到身后有动静转身一看 发现草人竟真的变成了活人 在帮自己拔草 就夸这些草人太够意思了 随后崇八还给每个草人划分了区域 只见草人个个干劲十足拔起草来 这是小和尚过来监督 崇八看草拔的怎么样了 以为蹲着拔草的是猪崇八 就拍了拍肩膀 小和尚被吓晕了过去 崇八听到身后有人鬼叫就站起来查看 但并未注意到草丛里的和尚 接着他就吆喝草人们加把劲努力干活 经过崇八这么一股劲 草人们更是干气十足 很快就把杂草全部拔完了 草人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开心的崇八也该收工了 崇八走后不久 晕倒的和尚清醒了过来 看到草人又被吓了一大跳 他看着眼前的草人 还以为自己刚才是打磕睡做了个梦 于是就对草人行了个佛礼 在看马秀英这边 韩林儿要回白莲教了 他看秀英里里外外受人欺负 就想带秀英一起走 可秀英已有心上人崇拜 就拒绝了韩林儿 韩林儿问秀英 难道这里还有令你牵挂的人吗 秀英没好意思及时回答 这是一个教徒跑来传信催促 韩林儿便掏出了随身令牌 说这是白莲教的圣物 你拿着它 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们的教徒 教徒可以帮助你的 说完便把令牌交给了秀英 然后看着心上人依不舍的走了 怎料秀英回家就看到援兵 原因是王夫人见丈夫 被韩林儿打得个半死 为了报复秀英 就怂恿援兵将秀英抓进攻�献给皇上 可怜的秀英给援兵强行压上了路 好在路上遇见了游玩的托亚 托亚为了拿捏宠霸 就利用自己的身份 从援兵手里把秀英买了下来 做了自己的丫鬟 自秀英被援兵抓走后 他叔父就跑到了皇爵寺 告诉了崇霸 崇霸哭着喊着要去救秀英 方丈当即给阻拦住了 说外面到处残杀杏猪的百姓 你这样跑去救人 不但救不了马秀英 还会白白搭上自己的性命 崇霸听方丈这么一说 就先沉寂了下来 当他正在苦苦思念秀英的时候 托亚不忍看自己心爱的人伤心 就问崇霸 说我要是能把马秀英带来见你 你会怎么报答我呢 崇霸说自己愿意为你做三件事 这可是你说的啊 嗯 崇霸没想到秀英果然出现在眼前 一对久别重逢的爱人激动的喽喽抱抱 托亚这傻是半的 看得自己气不打一出来 他上前扯开二人后 就给了秀英一巴掌 一阵吵闹后崇霸才得知秀英已经成了托亚的丫鬟 崇霸心中气愤但又无可奈何 他只好求托亚放了秀英自由 还说只要你放了秀英 自己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这话可把托亚越听越来气 托亚为了让崇霸知难而退 就和胖和尚合伙设计崇霸 让崇霸一日之内把寺院后面的十亩荒田全部耕完 要能做到的话 就还了马秀英的自由 崇霸毫不考虑就答应了 然后就跑去耕田 下一集看崇霸一天之内是怎么耕完这十亩荒田的 注意看 朱崇霸简直太神了 马秀英问他怎么弄得脏兮兮 崇霸说捏了秀人好让他们替我耕田呀 秀英听后一脸疑惑 崇霸说难道你忘了吗 我说话一向很灵验的呀 秀英听后也开心的说 如果在日落之前能将十亩田耕完的话 那我就能恢复自由之身了 接着就帮着崇霸一起捏起了小泥人 这是小和尚过来监督崇霸 他见这二人不干活竟然在这玩泥巴 就立马回去打小报告了 崇霸二人捏好泥人后 拉着秀英一起跪地向老天爷祈求 崇霸话音刚落 天空突现一道金光照射在这些泥人身上 动了动了泥人动了 紧接着转身渐渐变大 一个个跳到了田地里 拿起了力 有情有序的开始耕田 小两口见此高兴得不得了 多亏这些泥人帮忙 还没有到天黑就把十亩田地给耕完了 崇霸向泥人挥了挥手表示感谢 泥人纵身一跃聚集到了崇霸的面前 瞬间化为了泥水渗入土地 简直是太神奇了 现在可以回去给托雅交差了 秀英也能恢复自由了 小两口高兴得甜蜜了起来 这时托雅带着两个马屁精走了过来 托雅看着二人亲亲我我 醋酸味一下涌上心头 喝是丫鬟秀英赶紧过自己身边来 崇霸一把拉住秀英说道 我们按约定已经跟完了十亩地 秀英就不再是你的婢女了 可托雅根本不信 崇霸将她拉到了田殿 托雅看后顿时哑口无言 只好答应放马秀英自由 随后便带着两个马屁精气呼呼地走了 而陈有亮此时还不知道 秀英已经被托雅所救 为了讨好拉拢崇霸 就蒙面闯入了援兵军营查找马秀英 正准备出手时 暗中保护她的刘伯温出手相助 施法将守卫打晕了过去 陈有亮借机偷偷摸进了房间 发现居然有十多位女子被关押于此 陈有亮根据汤河的描述 以为眼前的女子就是马秀英 便拉着该女子就准备离开 怎料出门被官兵挡住了去路 这时刘伯温跑了出来相助 让陈有亮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陈有亮这边救出姑娘后 姑娘告诉她自己不叫马秀英 陈有亮这才知道自己就错人了 这时援兵追了上来 陈有亮只好带着姑娘先行逃走 等到安全后和姑娘到了别 就先行离去了 刘伯温看到后 心想陈有亮真不愧为天子 但他上次为何要对猪虫扒下手呢 想到这里 刘伯温决定还是亲自出马试探他一下 随后他就乔装打扮成一位游客 假装自己被土匪打劫 陈有亮看到后挺身而出 三两下就将这群土匪打得逃之夭夭 刘伯温见陈有亮为了一个陌生人 尚能挺身而出 心中就逐渐认同了他就是真命天子 并说自己要前往黄爵寺 陈有亮一听正好和自己同路 二人准备同行上路时 听到一边有打斗声 二人便一同过去查看情况 原来是陈有亮的师父须玄真人 是出来寻找陈有亮来了 途中遇到援兵的追杀 须玄真人将援兵打退后 三人一同上路 在途中遇上了个寻找女儿的老妇人 老妇人说村子里接连失踪了好几个少女 而且有人看到是个白毛怪物 三人共议后决定一同去捉药 陈有亮让大娘再说详细一点 大娘说他们村最近有好多少女失踪 而且还有人看见是个白毛妖怪所为 陈有亮听后尚且安慰 让老妇人先回家去 说自己一定帮你找回女儿的 老妇人走后 陈有亮对师父说我们都是习武之人 遇到了就不能袖手旁观呢 玄虚真人听后大为赞同 还说要看看是什么妖怪再次作祟 刘伯温也表示同意一起捉药 白元果然出现了 他变化成一个男子 准备对这个女子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时陈有亮三人找了进来 白元见子就推开女子刺了刺牙 从窗户逃跑了 一路追赶到山里终于追上了 陈有亮和白元打了起来 刘伯温深藏不露地观察着陈有亮的武艺 而玄虚真人却在观察着刘伯温 心想这位刘公子表面看起来不像会武功的样子 但这一路追来 他的速度却一点也不输于我们 陈有亮在打得热火朝天 他们二人却像是在看戏 白元可是修炼了上千年的猴子 孙悟空都不一定打得过 陈有亮不慎被一掌打成了重伤 师父才反应过来 白元便趁机溜走了 玄虚赶紧追了上去 刘伯温看陈有亮伤的不轻 就先将其带到了黄爵寺为其运功疗伤 恰在此时 来刺杀朱重疤的豹子精变成了女子出现在门口 豹子精一眼认出刘伯温就是上次追杀自己的那个道士 心想现在正是出手的好时机 当他出手的那一刻 突然看到了刘伯温手上的印记 瞬间回想到了自己还是个小花豹的时候 扒在树上偷看刘伯温修道裂范 突然一道雷电击在了自己身上 刘伯温不但出手相救 而且还为其运功疗伤 因而看到了刘伯温手上的胎记 自己还曾发过誓 将来一定要报答恩人 可现在却成了仇人 正当豹子精犹豫不定时 睿智的刘伯温感觉到了一场 就收手追了上去 豹子精跑出来后就隐秘了起来 刘伯温追出来没有发现豹子精的踪影 却碰见须璇真人和白猿正打的激烈 千年猴子白猿实属厉害 须璇真人被法术打晕了过去 白猿还要将其置于死地 刘伯温赶紧上前相助 白猿这时认出眼前这个人 就是当初释放自己自由的刘伯温 刘伯温问白猿为何私处作恶 刘伯温见其还是只好色的猴子 就劝其弃恶从善 憋了千年的白猿当然不肯就此把手 还趁机吐出一个红球偷袭 刘伯温被击倒在底晕了过去 白猿趁机赶紧溜了 这时豹子精出现 把刘伯温带到一个破庙为其运供疗伤 从此还对刘伯温产生了爱意 当他正在为其擦汗时 刘伯温突然醒来一把抓住豹子精的手 看到眼前是个女人 顿时被吓得连连后退 随后发现自己的内伤竟然全好了 就问豹子精是不是你救了我 豹子精谎称自己叫花蓉 说自己在九华山拜师学艺 今日下山游历到此遇到你皆是巧缘啊 因此顺便救下了你 二人相互认识后 刘伯温道完谢说自己要赶去捉药 便准备离开 花蓉说那只白猿伸手不凡 我陪你一起去吧 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刘伯温不好拒绝便答应了下来 他们寻到一处山洞发现地上有血迹 刘伯温仔细观察后觉得这是白猿的血 豹子精提议赶快去追 刘伯温说我们出来一天了 表示比较担心陈有亮的安慰 豹子精则说自己留下来寻找白猿下落 并和刘伯温约好改日在此碰面 刘伯温叮嘱要注意安全 豹精这时觉得刘伯温还是个暖男 就更加喜欢上了刘伯温 与此同时哈马太尉来到黄爵寺 要带女儿托雅回去 托雅喜欢猪崇八自然舍不得离开黄爵寺 但又无法拒绝态度强硬的父亲 他就把猪崇八约到寺外 原来托雅想要崇八和他一起私奔离开黄爵寺 什么 你要让我带你离开这里啊 你小声点 你想大家都知道啊 哎呀 崇八说 我可不敢这么干 如果给哈马太尉知道可就完蛋了呀 托雅说你当初答应我 可以为我做任何的三件事 如果你不带我离开这里 我就去告诉我爹 说你想非礼我 你 你这不是想要私奔吗 我就是要跟你一起私奔呢 什么 如果你不带我离开这里的话 我就告诉我爹 说你想非礼我 你 这等好事可不是谁都能遇到的 而崇八却是一副无奈的样子 托雅用之前的约定相要挟 崇八只好答应带着这个刁蛮小姐私奔 说走就走 托雅连行李都准备好了 崇八说自己还没准备呢 没关系啊 我给你买新的 不是 崇八又说要回去告诉马秀英一声 托雅一听 一把拽着崇八连夜就要走 这时陈有亮正好听到了二人的谈话 随后也跟了上去 第二天 哈马太尉得知女儿逃跑了 而且那个臭头小子也不见了 一气之下就派人将马秀英和彪叔给抓了起来 并命令手下全力搜捕 崇八和托雅逃到了一座破庙 拖雅此时小鸟一人的拿出烧饼给崇八 还准备对崇八表白 怎料陈有亮这时跟了进来 拖雅看到后一脸的不乐意 陈有亮说你们这一走 可就给黄爵寺带来麻烦了呀 崇八一听立即担心起了马秀英 马秀英 马秀英 难道你心里就只有马秀英吗 其实我对你 你什么 难道你喜欢的是 是他 不是我 这时官兵追了上来 三人也顾不上掰扯儿女情长了 还是赶紧跑路要紧 官兵进来发现了地上未吃的干粮 就料定他们没跑多远 于是赶紧跟着追了上去 三人一路狂奔到了山里面 躲在了一块陡峭的山丘下面 他们眼看就要被官兵头领发现了 机灵的虫巴捡起一块石头往另一边扔去 官兵听到声响后急忙追了过去 三人又一次侥幸的逃脱了官兵的追赶 他们来到一处河边还龙火搞起了烧烤 虫巴此时也不像自己的马皇后来 和托雅热乎的样子 把一旁的陈友谅气的半死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官兵的声音 他们怕烟火和烧烤味引来官兵 虫巴赶紧将柴火扑灭 陈友谅随手将烤鱼扔进了河里 托雅说陈友谅是猪脑子 那烤鱼会浮起来的 这样一来我们的踪迹会被发现的呀 陈友谅看着漂浮在水面上的烤鱼 情急之下 就祈祷老天爷 说如果我真的是真命天子的话 就让这条鱼儿活过来吧 虫巴听陈友谅自称真命天子后 一时不解何意 接着也学起了陈友谅开始祈祷 鱼儿鱼儿 求求你快活过来 快活过来吧 怎料虫巴话音刚落 水中的烤鱼居然真的活了过来 陈友谅还以为是自己那一句话让鱼活过来的 就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 此时藏在暗处保护陈友谅的刘伯温也看到了这一幕 于是更加认定陈友谅就是真命天子 崇巴三人刚离开河边 官兵就追了过来 刘伯温也紧随其后 三人被一路追赶又跑进了山里 刘伯温见官兵穷追不舍 就在官兵前方施法设下了一道隐形墙 官兵追赶到此一下撞了上去 小兵们听此吓得撒腿就跑 三人逃到了一个山洞 陈友谅说自己出去找吃的 拖牙剑电灯炮出去了 便正是向崇巴表白 没想到遭到了崇巴的拒绝 崇巴说自己只是个邋遢的穷小子 还是个臭头 怎么配得上你这个千金大小姐呢 你我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呀 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而且我已经有了马秀赢了呀 本就刁蛮任性的拖牙 听到这里一时难以接受 伤心的跑了出去 没想到刚好撞上了豹子精花容 这时崇巴也跟了过来 豹子精见仇人自己送上门了 就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吓得崇巴问豹子精要干嘛 不要把你大血八块 好好饱餐一等 注意看 朱崇巴太牛逼了 居然一箭射穿了把心 更意想不到的是 射中了五里之外的豹子精 如今豹子精要把他大血八块饱餐一等 崇巴说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这么对我呢 豹子精气急败坏地说 你那一箭使我损失了百年的导航 今天非要杀你不可 说完一掌击了过去 怎料把拖牙给打晕了 崇巴怕再伤到拖牙 就将豹子精引向了另一处 还一边跑一边喊着挑衅话 豹子精抓住崇巴后 狠狠给了一掌 还将其扔下了悬崖 豹子精见大仇一报 开心地狂笑了起来 恰在此时 耳边传来了刘伯温的声音 豹子精立刻变成了花容装扮 问刘伯温昨天为什么失约呢 刘伯温解释说自己失约 是因为要保护真命天子纯有量 还说当今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只有真命天子才能推翻原庭拯救世人 花容想和刘伯温走得更近一些 别说自己也要为天下百姓出一份力 刘伯温听后非常感动 就同意了花容的想法 这天黄爵寺来了两位侠女借送 他们从两个和尚口中得知 当朝的哈玛太尉也在此赞助 对袁婷恨之入骨的两姐妹一听 便决定循击杀了哈玛太尉 此时的哈玛太尉以为是 朱崇巴拐走了自己的女儿 愤怒之下要杀了马秀英和镖叔 正当要动手的时候 两姐妹跃窗而入 打得哈玛措手不及 怎料打斗声引来了更多的援兵 姐妹俩见自己势单力薄难以抵御 只好先行逃离此处 哈玛命令手下全力追杀刺客 经此一闹 哈玛便把马秀英和镖叔先关了起来 二人自知性命难保交几万分 秀英突然想到了 韩林尔相赠的逃生锦囊 镖叔赶紧让拿出来看看 秀英从秀兜里掏出锦囊 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道灵符 上面写着 玉籍难则焚化此符 二人看了一脸疑惑 烧符 这管用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们先试试看吧 镖叔拿着蜡烛 秀英点燃了灵符 没想到灵符燃尽的一刻 二人瞬间消失 随即出现在了郊外 镖叔见有家不能回 于是和秀英商量 去豪州投奔秀英父亲的好友郭子星 刺杀哈玛的两姐妹被援兵一路追杀 逃跑途中 妹妹和姐姐走散了 这时在山崖下正好遇到了猪虫霸 她看崇八还有呼吸 好心的姑娘便将她带到一处破庙 将其救活了过来 二人一番对话后 崇八知道了面前的姑娘叫沐云 并且从沐云口中得知了 镖叔与秀英的处境 就急着要回黄厥寺找秀英和镖叔 怎料这是援兵追了过来 二人赶紧躲到了桌子底下 官兵看到了桌下的一条腿 随即就拔刀上去掀开了桌布 结果看到的却是两个十人 援兵撤走后 沐云一脸疑惑 说刚刚真是奇怪 他们明明看到了我们 为什么说我们是十人呢 崇八转头看了看身后的弥勒佛像后 说可能是弥勒佛在保佑我们吧 随后二人便商量一同前往黄厥寺 托亚这时还在满山遍野寻找崇八 这时好色的白猿突然出现 托亚吓得一路逃窜 白猿施法将其迷晕了过去 准备扛回山洞里玩耍 途经此地的刘伯温和花蓉突然出现 白猿自知不是刘伯温的对手 瞬间逃之夭夭 刘伯温将托亚托付给花蓉照看 一个闪现便追了上去 很快就追上了白猿 白猿吐出红球响偷袭刘伯温 刘伯温飞身一跃躲过了红球 紧接着抛出弥勒佛的法宝乾坤袋 白云见此又响溜 可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 刘伯温说你若能真心悔改我便放了你 白猿这时只能认怂说自己知错了 刘伯温便收回了乾坤袋 怎料 刘伯温给白猿套了个金箍 紧接着念起了咒语 白猿瞬间感到头痛欲裂 疼得倒在地上直打滚 刘伯温说这叫无定金环 是我在天书上参得的高深法术 只要我一念咒语 这金环便会收作 会使你痛不欲生 如果你能真心忏悔永不为恶 我便放了你 白猿说只要你不念咒 我什么都答应你 刘伯温这才停了下来 主人 主人 不错 白猿说我在洞里看管天书时 无定禅师说过 如果将来有人能念无定金环咒 那那个人就一定是我的主人 说完还求刘伯温收下自己 刘伯温思索片刻后便答应了下来 让其留在身边半座书头 专心修道 一起辅佐真命天子 他日必能修成正果 谁 主人 在看韩伦儿这边 他出门游历路过一户偏提人家 就想着在此借宿一宿 却看到一个老伯孤单的坐在门口 地上还躺着个人 韩伦儿不知何故便上前查看 怎料之人突然起身袭击 韩伦儿将其控制住后质问一旁的老伯 说我并无恶意他为何要如此对我呢 老伯说这是我的儿子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抓伤了 像个死人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但有人动他他却会反击 还下跪求韩伦儿救救自己的儿子 韩伦儿见老头挺可怜 就上前先点了定决 随后通过一阵把脉证实 说您儿子确实已经死了呀 老伯听后悲痛万分 到了晚上 韩伦儿四处观察 发现一幕屋里有个黑人 正在向两个村民撒着白色粉末 接着一阵施法后 两个人就好像被操控了似的 这是黑人警觉到了屋外有人 便拿起笛子吹起了碧海潮声去 一群活死人突然出现攻击韩伦儿 而且这些活死人怎么打都打不死 韩伦儿见子只好先逃走 第二天韩伦儿将此事说给老婆听 老婆说这里太危险了 让韩伦儿尽早离开这里 韩伦儿说自己是白莲教的圣童 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到了晚上 韩伦儿又来到木屋一探究竟 发现有个人被绑在柱子上 韩伦儿查看发现还有脉搏 便想唤醒此人 怎料这人缓缓地抬起了头 突然吐出一口烟雾 韩伦儿瞬间被迷晕了过去 同时黑衣人走了出来 过了一夜到第二天 韩伦儿慢慢清醒过来 才知道自己中计了 还被银针封了穴道 动弹不得 黑衣人本想杀了韩伦儿 但知道了韩伦儿是白莲教圣童 就想留着日后为自己所用 随后给韩伦儿吃下了一颗丹药 这时韩伦儿师父红燕突然出现 红燕第一时间逼出了徒儿身上的银针 接着上前和黑衣人打斗了起来 黑衣人也就会点妖术 拳脚功夫跟红燕比就差远了 自知打不过便拿出笛子吹了起来 韩伦儿逐渐失去理智 突然一掌打在了师父身上 接着不停地攻击师父红燕 红燕看徒弟被黑衣人操控 又不忍心伤害徒弟 只好推开先跑了 怎料韩伦儿不依不饶地追赶 师父二人追跑到了树林里 红燕试图点穴控制住徒弟 但无济于事 他只好施法将其定住 然后带到了一个偏僻之地 试图用内功逼出徒弟体内的毒素 可韩伦儿的气息越来越弱 红燕只好拿出自己炼制的毒药小龙丹 给徒弟服下 这小龙丹可是具有剧毒的毒蛇所炼制 红燕希望能通过小龙丹以毒攻毒 没想到韩伦儿居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经此一劫大难不死 乃是上天庇佑呀 红燕更加认为韩伦儿就是真命天子 为了摸清黑衣人的来历和目的 师徒二人还拟定了一个计划 夜里韩伦儿假装来木屋找解药 黑衣人又一次将韩伦儿拿下 到了白天 红燕来到木屋要人 黑衣人便要求红燕帮他杀了白莲教主 韩山童和又护法刘福通 如不答应则杀了韩伦儿 红燕问黑衣人到底是谁 韩山童和刘福通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你会如此痛恨他们呢 我和白莲教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你到底是谁 白莲教是什么地方得罪你 你要这么对付他们 黑衣人说自己和白莲教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接着把记忆拉到了几十年前 教主韩山童和刘福通为了壮大白莲教 就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搭 这天打劫了一个文人默克 发现箱子里全是不值钱的字画 然后把被劫的父子追到了悬崖边 小孩骂了一句劫匪 凶残的刘福通就一刀砍了过去 机灵的小孩拿着仅有的一点盘缠跳下了悬崖 刘福通又一刀将小孩父亲残忍的杀害 韩山童责怪刘福通不该下子毒手 刘福通却说白莲教人都是农民 没钱怎么扩大呀 可在小孩父亲身上并未找到银子 小孩命大没有摔死还听到了两个劫匪的对话 黑衣人从那一刻起就发誓一定要灭了白莲教 还说自己受尽了丧父之痛 今天要杀了韩灵儿 让韩山童也尝尝丧子之痛 韩灵儿说就算你要报杀父之仇 可你不该害己无辜村民变成活死人呢 这时韩灵儿趁其不被发起反击 红燕出手相助徒弟 一阵打斗后 黑衣人不敌死在了韩灵儿见下 红燕则施法将所有的村民救了下来 村民们纷纷表示自己也要加入白莲教 与此同时 朱崇八和穆云准备去黄爵寺找马秀英 怎料一对援兵追了过来 二人赶紧躲在了篱笆下面逃过了一劫 这时藤蔓上长成熟的花生落了下来 打在了崇八的臭头上 崇八一脸不满的说道 你们这些臭花生长在藤蔓上干嘛 你们应该长在土地里面呢 你们应该上面开花下面结果才对啊 话音刚落 只见长在藤蔓上的花生落在土里 并且还生根发芽了起来 这神奇的一幕把沐云看得目瞪口呆 乌鸦嘴珠崇八还在揉着被花生砸腾的臭头 却不知自己的一句话 花生从此就长在土里 给农民收获花生增加了不少麻烦 事后二人接着赶路 终于回到了黄爵寺 可方丈却告诉他 标书和秀英不知为何突然消失不见了 崇八听后无比自责 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他们 方丈突然想起标书曾跟自己说过 秀英有个亲戚住在豪州 就劝崇八不妨去豪州寻找 崇八听后立即决定前往豪州 随后向方丈到了别 除了黄爵寺也和沐云到了别 让沐云先去找他姐姐 可这时的沐云已经对崇八有了好感不想分开 便说我们各自先在附近找找看 如果都没有找到的话 明天再离黄爵寺不远的废宅里碰头 说完不等崇八说话转身就走了 此时的拖牙以为崇八被豹子竟给杀了 伤心不已 而陈有亮却暗自心想猪虫八一死 自己没了竞争对手岂不更好 这时哈马太尉找了进来 心灰意冷的拖牙只好随父亲回家 陈有亮也准备回黄爵寺 豹子金花荣帮刘伯温保护陈有亮紧随其后 他们回到了黄爵寺 刘伯温向陈有亮道明了真实身份 还对陈有亮说 你应该就是紫威星降临呀 你不但身负龙行 而且金口一开还能使烤鱼复活过来 种种迹象表明你就是真命天子啊 刘伯温还说自己就是为了辅佐真命天子而来 陈有亮听后精神抖擞信心十足 刘伯温还告诉陈有亮 自己下山时有幸在一山洞里找到了几件宝物 其中的无字天书奥妙无穷 对主公成就大业大有帮助呀 陈有亮听后开心的说道 如果我陈有亮能成就八业 那你就是开国第一大功臣呢 玄虚真人偷听到自己辛苦培养的徒弟说出这句话 极度之心油然而生 随后就找陈有亮讲了一大堆的道理 挑唆陈有亮不要完全相信刘伯温 并叫唆陈有亮偷取刘伯温的天书 陈有亮不好拒绝只好照做 这天晚上一个蒙面人来盗取刘伯温的天书 就在他即将要得手的时候 没想到被刘伯温爵查到了 蒙面人只好放弃天书先行逃走 刘伯温赶紧追了上去 这时陈有亮走了进来 发现天书就掉落在地上 其实这都是陈有亮师徒二人的计划 由此陈有亮轻易地拿到了天书 怎料豹子金花蓉突然出现 陈有亮被一掌打晕了过去 这可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呀 而且还说了句风凉话 像你这种心术不正之人 怎么可能是真命天子 注意看呢 这个女人正在采羊补烟 吸取男人惊气 此时朱崇八也来到了这里 她是和沐云约好在这个废宅碰面的 当她准备进屋歇脚时 莫名其妙飞来十字打在脚上 她四处张望 并未发现异常又转身准备进去 怎料又是一个十字打在脚上 崇八又转身四处张望了一看 但还是没发现异常 这时突然跳下了一个小伙子 吓得崇八惊慌失色 问这小哥是谁 小哥说自己没有恶意让崇八别害怕 崇八这才反应过来那十字是这小哥扔的 问小哥为何用十字偷袭 小哥说我是提醒你别进这废宅啊 崇八问为什么呢 小哥说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远离这废宅 说完便悄然离开了 崇八自言自语道 我连穷都不怕难道还怕死吗 说完便推门而入 正在西南人惊气的妖女听到了动静就停了下来 接着一个转身便顿去了 崇八进来后发现这废宅里面倒还挺干净 而且发现床上还有被褥 还庆幸自己走了狗屎印 然后坐在床上拍了拍被褥 伸个懒腰便倒头就睡下了 妖女来到床边准备吸干这小鲜肉 眼看崇八就要成为妖女的美食 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吓跑了妖女 崇八还以为是刚才那个小哥 不耐烦地下床过去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个商人 还二话不说就往里面床 崇八赶紧上前将其拦住 说这是我住的地方 商人看崇八也就是个小乞丐 便问崇八 这房子是你的吗 呃不是 这床是你的吗 不是 那凭什么我不能睡啊 崇八说这地方是我先来的 你应该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吧 可商人就不讲道理 还出言不讯说崇八是臭乞丐 只配睡大街 紧接着把崇八给推散了出去 崇八一脸委屈又无可奈何 商人准备睡觉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敲二道门 他过去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个娇艳的女子 公子 我可以进去吗 嗯 可以 商人顿时乐傻了眼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香艳的妖女 心想在这鬼地方竟然还有谚语 妖女也不停的翘腿弄自抛媚眼勾眼 商人急不可待的扑了上去 而崇八则在门口对付了一夜 昨晚那个小哥走了过来 看到崇八后惊慌失色 连忙上前查看还有没有呼吸 结果发现这小子是睡着了 小哥将其叫醒后 问崇八怎么睡在这里呢 崇八说自己本来在里面床上睡得好好的 但硬是被那不讲理的商人给抢占了 还将我赶了出来 小哥听到这 赶紧跑进房间卧室试了试床上商人的呼吸 崇八进来后还嘲笑这个猪头真能睡 小哥却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崇八听后大吃一惊 这才反映过来眼前的商人做了自己的替死鬼 小哥说你小子算走硬 要想活命就赶快离开这里 可崇八却说自己要等朋友 小哥见崇八不听劝便独自离开了 崇八转身看了一眼替死鬼 吓得赶紧跟着追了上去 两人一阵交流后 小哥说自己叫潘勇 是一个捉妖师 还说那妖女专找青壮男子采阳补音修炼妖术 就在这时妖女突然出现在了崇八身后 潘勇大声一喝 妖女瞬间跑掉了 潘勇立马追寻了过去 可找了大半个山头也没看见 还和崇八给跑散了 怎料这是妖女又突然出现在潘勇面前 潘勇怒喊你这妖女终于出现了呀 臭小子 你少在这儿左一个妖女右一个妖女的 告诉你 我可是人 潘勇说 你采阴不扬修炼妖术残害人命 你就是妖女 说完便拔出剑和妖女打了起来 妖女腾空飞起向潘勇一阵施法 潘勇功夫了得丝毫不拒 妖女见此不愿过多纠缠就跑了 而崇八始终都没有看到妖女长什么样子 还以为潘勇在忽悠她 这时妖女突然出现在崇八跟前 原来妖女刚才用了调虎离山之计 妖女对崇八说道 这大白天的哪有什么妖怪啊 而且还说她认识潘勇 然后叫崇八去她家吃饭 崇八这时确实也饿了 就跟着妖女来到她的家中 谁知崇八刚一坐下 妖女就宽衣解代 注意看啊 这个妖女专找青壮年采羊补音修炼妖术 她不停地卖弄姿色诱惑猪崇八 单纯的崇八被吓得炸了起来 看都不敢看一眼 妖女接着开始解代宽衣 暗自心想看这小子能假正经到何时 奈何崇八压根就不回头看 妖女见此便把这小鲜肉往里捂拽 吓得崇八跑过去站在了门口 妖女看这崇八还是个正人君子 但是不会把到手的猎物给放走的 接着伸出魔爪向崇八缓缓靠近 危急时刻 潘勇突然持剑冲了起来 臭小子 你又来坏我的好事 潘勇不想废话 直接和妖女打了起来 两人打得甚是激烈 一旁看戏的崇八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女的就是潘勇所说的妖女 不会武功的崇八 只能给潘勇加油打击 这皇帝口一开 本来只能勉强对付的潘勇瞬间有如神主 一掌过去将妖女打倒在床上 不可置信的妖女看着潘勇心想 这小子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呢 只好放下一句狠话便顿去了 潘勇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一时也不解今天怎会这么给力 随后给崇八说自己追杀妖女并交手多次 最多也就和她打个平手而已 今天居然能把妖女打得落荒而逃 还激动地捧着崇八 说是崇八给她带来了福气 随后二人又来到了之前这座废宅 潘勇说这妖女是朝廷的女祭司 这户人家就是被妖女害的家破人亡 师父也是死在这妖女手里的 崇八让潘勇一起离开这里 潘勇却说自己是不会跑的 为了受害的无辜百姓 一定要杀了这个妖女 除非是死在妖女手里 崇八看潘勇是个为了百姓不惧生死的真汉子 还和潘勇做了好哥们 潘勇说那妖女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还会找上门来找我们报复的 于是二人商议 准备设下陷阱等着妖女上钩 到了晚上 废宅的门被轻轻推开 没想到是沐云这时走了进来 潘勇在房梁上撒下一道巨大的降妖灵符 瞬间就把沐云给困得死死的 潘勇准备拔剑 崇八赶紧制止说是自己人 潘勇把沐云从灵符里放了出来 沐云给崇八说自己白天就来过这废宅 还遇到了一位姑娘 那姑娘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就晕了过去 后面的事就不记得了 潘勇一听当即猜到 肯定是妖女利用沐云来破坏陷阱的 怎料妖女突然闪现了出来 一掌击向了沐云 接着抓住崇八瞬间又遁去了 潘勇沐云急忙追了出去 妖女把崇八带到了深山里 说上次就要吸了你 居然让你侥幸逃走了 今天绝不放过你 说完就准备吸了崇八的精气 崇八心想反正也跑不掉了 就说我这臭头又臭又脏 你吸了我的精气一定会被枪死的 要吸就给你吸好了 妖女可不吃她这一套 抓住崇八就吸了上去 怎料崇八的臭头竟真的散发出了臭气 被妖女枪的喘不过气来 气急败坏的就要上前收拾崇八 好在刘伯温及时赶到 你这个臭小子 上次我就要吸你的精气 全被你给逃走了 这回你是逃不掉了 现在我就要吸了你 朱崇八说爱吸你就吸便是 反正我这头又臭又脏 你吸我精气一定会被我这臭头给枪死的 可迫不及待的妖女才不管那么多呢 一把抓住崇八就吸了上去 没想到崇八那臭头果真散发出阵阵臭气 把妖女枪得个半死 可不是我让你吸的 臭小子 气得妖女就要上前收拾崇八 幸好这是刘伯温路经此地 休得造念 你是谁 竟然看翻本姑娘的现实 刘伯温 妖女看着破坏自己好事的刘伯温 还不知天高地厚的要连刘伯温也一起吸了 刘伯温可是专业斩妖除魔的 直接召唤出了太极抚魔剑 妖女看到抚魔剑出窍顿是慌了 吓得惊慌失色 连忙躲开伏魔剑的攻击 我刘伯温今天要替天行道 凶了你这妖孽 刘伯温见妖女逃跑了 就让崇八在此等候 自己则追了上去 主人没到伏魔剑先行 不依不饶地追着妖女 妖女被追得狼狈不堪 这时豹子金花蓉也出现在了树林中 看见伏魔剑的威力也叹为观止 眼看妖女就快顶不住了 怎料伏魔剑突然转移方向 朝着豹子金攻击了过去 豹子金被攻击得错不及防 看得妖女一时不解何故 豹子金花蓉被伏魔剑强大的攻击力 打成了重伤 这时刘伯温也即将要追过来了 花蓉怕被刘伯温识破身份焦虑万分 妖女看眼前的女子也是受害者 就跑过去带上瞬间盾去了 刘伯温过来未发现妖女的踪迹 只好先回去看看朱崇八什么情况 告诉崇八说陈有亮就住在城里的客栈 崇八本想跟着他一同去看望陈有亮 这时潘勇沐云二人追了上来 潘勇以为刘伯温是妖女所化 拔剑就要上去解救崇八 刘伯温看潘勇性情极躁 就施法让他原地翻了几个大跟头 潘勇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上去就要和刘伯温拼命 崇八连忙阻拦 并且告诉刘伯温这两位都是自己的朋友 其实刘伯温只是看潘勇过于鲁莽 稍加惩戒而已 随后潘勇和沐云强拽着崇八就走了 第二天 崇八和沐云打算去豪州找秀英和标树 沐云问潘勇要不要一起去呢 潘勇说自己也要找一个人呢 但始终都没有找到 所以不能跟你们一起去豪州啊 崇八疑惑潘勇并没有什么亲人和朋友 问其要找什么人 潘勇说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师父告诉我 这个人脚踏七星 而且是未来的开国皇帝 师父还嘱咐我要好好辅佐他呢 调皮的崇八都沐云 让沐云不妨拖鞋给大家看看 可爱的沐云认为崇八要吃他豆腐 说女孩子的脚岂是随便给人看的 然后让崇八先拖鞋看看 崇八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坐在凳子上 伸出了他那从来不喜的脚给二人看 差点没给潘勇和沐云臭晕了过去 沐云说崇八脚上全是污垢 根本就看不清 只见崇八朝掌心吐上一口口水 对着脚底板就搓了起来 接下来给潘勇沐云二人都惊呆了 猪崇八脚底板果然有契合性 给二人顿时都惊呆了 潘勇激动的说自己终于找到脚踏七星之人了 还说师父曾经告诉过他 那脚踏七星之人就是他要追随的主公 猪崇八从此就多了一员猛将 受了伤的豹子 惊花蓉被妖女扶到一处山洞 花蓉问眼前的女子是什么人 刘伯温的伏魔剑为何要追杀你呢 莫非你是妖不成 妖女说自己才不是妖呢 说自己可是当今朝廷的女祭司 名叫奇奇格 而你才是妖呢 花蓉听了还不承认 奇奇格说那伏魔剑可是有灵性的 他本来要攻击我 因为你的出现 才让伏魔剑突然转向攻击你 你不是妖你是什么呢 对得花蓉哑口无言 奇奇格说自己也多亏了花蓉的出现 才躲过了追杀 因此还拿出皇上次的丹药送给花蓉疗伤 这丹药可是千年和守屋和人身所炼制 花蓉怕刘伯温找不到自己会起疑心 吃下丹药后 连忙赶回到了和刘伯温同住的客栈 继续运功疗伤 本舅好色的白猿对女人很有研究 她在花蓉身上闻来闻去 总觉得花蓉身上一股妖畜之味 就说花蓉是妖精变的 花蓉顿时惊诧的站了起来 说白猿你才是妖呢 白猿说自己可是得到的白猿呀 而且已经修行成人形了 花蓉说你这个色猴子都不算妖 我又怎么是妖了呢 让白猿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就因为我是半猿半仙 所以我闻得出来 你不是人 你 花蓉说你再胡说八道 我就让刘伯温念金环咒让你痛不欲生 这可把白猿给气的一阵呲牙狂抓 而刘伯温这边 他回到客栈发现三册天书丢了一次 而知道自己拥有天书的人并不多 因此当即怀疑定是身边之人所为 偷书不成反受其害的陈有亮 害怕刘伯温怀疑到自己身上 就连忙把嫌疑人引向了白猿 刘伯温自知白猿是天书的守护者 自然就不会相信陈有亮的话 后来经过反复思考后 反而觉得陈有亮更可以 随后就找来白猿 白猿见到主人就说花蓉他不是人 刘伯温笑说他不是人难道是妖不成啊 白猿说自己的鼻子对女人一闻就能闻出来 可从花蓉身上却闻到了一股骚味 所以说他不是人 他是妖 对花蓉有好感的刘伯温听后压根就不相信 接着讲起了天书失窃的事情 还让白猿去保护猪虫霸 因为此时刘伯温怀疑虫霸才是真正的天子 白猿也只好把花蓉的事情先放下 去保护猪虫霸 刘伯温虽然不信白猿的话 但还是来到了花蓉房间 问花蓉昨夜去了哪里 花蓉解释说自己看昨晚月子撩人 就出去赏月散步了 刘伯温也没有多想 而且闲聊中还说出猪虫霸可能才是真命天子 花蓉一听猪虫霸还活着 就暗自心想一定要杀了猪虫霸 报那一件之仇 于是对刘伯温说自己也要去保护真命天子 由于刘伯温不好意思劳驾 就说已经吩咐白猿去了 花蓉却说白猿毕竟是个猴子靠不住 还不停地使出女人的本能向刘伯温靠近示爱 因此二人还对起了眼来 随后刘伯温便答应了下来 这天崇八正在树上掏鸟蛋 豹子经花蓉此时找了过来 正准备出手偷袭崇八 怎料琪琪格也突然出现抢先袭击了崇八 幸好被潘勇稳稳地接住 琪琪格本想接着出手 白猿及时出现和琪琪格打了起来 暗处的花蓉怕暴露自己的身份 便出手将琪琪格给救走了 随后白猿对崇八讲明了来意 崇八为了表示感谢还请白猿吃起了烤鸟蛋 这样一来 崇八的队伍又多了一个高手 四人前往豪州的路途要经过一条大河 好在河上有一座木桥 白猿先上前查看了一番 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 崇八便拉着沐云走了过去 怎料刚走到河中间 沐桥突然断裂 二人一同掉进了翻滚的急流之中 潘勇和白猿迅速跳入河里寻找 但此时二人已经被急流冲刷得不见了踪影 沐云不会游泳就失落地问崇八 我们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崇八安慰沐云别顾 说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怎料崇八话音刚落 河底的千年神龟似乎听到了真命天子的召唤 就朝着崇八游了上去 注意看啊 这个剧情简直太神了 不会水的沐云问崇八 我们是不是快要淹死了呀 崇八安慰沐云说不会的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怎料崇八话音刚落 河底的神龟好似听到了真命天子的召唤 朝着崇八游了上去 稳稳地接住了二人 崇八和沐云坐在神龟背上 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与此同时 韩灵尔准备前往寒阴山寻找至宝山石之眼 此时他正在河边休息 突然身后出现一个穿着怪异的人 韩灵尔看此人并非中原人士 怪人说自己叫萨满 是当今朝廷的大祭祀 接着便开始施起法来 空中瞬间呈现出了 韩灵尔和师父红艳刺杀黑人的画面 萨满说自己是来为徒弟报仇的 韩灵尔拔剑就和萨满打了起来 萨满可是朝廷一等一的高手 奈何韩灵尔根本就不是对手 二人交手还没过几招 就被萨满一掌击到了河里 萨满深知自己的功力 心想韩灵尔受此一掌地死无疑 便潇洒地走了 崇八和沐云坐着神归平安地到达了岸边 二人顺着河道往上走 准备去寻找白元和潘永 沐云突然看到河边漂浮着一个人 二人就急忙跑上去查看 崇八将其翻尸一看 发现竟然是白莲教的圣童韩灵尔 崇八赶紧对韩灵尔进行施救 韩灵尔被救醒来后突然口吐鲜血 原来萨满打的那一掌已经伤及肺腑性命垂危了 崇八急忙问沐云身上有没有疗伤的药物 沐云说自己只带了普通的跌打伤药 恐怕不管用啊 崇八拿着普通的跌打药 却说只要是药 不管是不是灵丹妙药 吃了就一定会好的 接着便让韩灵尔扶了下去 韩灵尔闭眼用功一世 发现自己的伤势竟神奇的痊愈了 上次崇八被援兵追到了悬崖边 韩灵尔打抱不平出手相救 这次换作崇八建议勇为救了韩灵尔 本性傲慢的韩灵尔还和崇八结成了好朋友 韩灵尔说自己要去寒阴山寻找宝物山石之眼 若有山石之眼的帮助 自己就能推翻暴君元顺帝 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 崇八一听能推翻暴君自己也来劲了 于是也想为天下百姓做点事 当即决定要陪韩灵尔一同前往寒阴山 不幸的是刚来到韩阴山就掉进了一个山洞 虽然没有摔伤 但好像是掉进了蟒蛇窟 韩灵尔看到地上的巨蟒 急忙喊住正要往前走的沐云 沐云低头看到脚下的巨蟒 吓得尖叫了起来 崇八赶紧拉着沐云向另一边跑 岂不知巨蟒已经被惊醒了过来 抬头朝着三人吐出了毒烟 三人顿时被熏得失去了力气 韩灵尔和沐云很快被毒晕了过去 巨蟒这时张开了血盆大口 朝崇八咬了过来 巨蟒被朱崇八身上的金笼吓得逃之夭夭了 崇八从恐慌中平静下来 发现巨蟒不见了 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唤醒韩灵尔和沐云继续寻找山石之眼 三人寻到了一处山顶 崇八沐云谈话之际 韩灵尔看到天空有一道金光闪过 还以为是山石之眼呢 就伸手准备过去拿 只见他慢慢的向悬崖边一步 好在崇八及时发现 连忙将其给拦了下来 韩灵尔瞬间清醒过来 发现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崇八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古怪 就催促赶快离开这里 接着又来到了另一处寻找 他们在歇脚的时候 崇八说这山石之眼也未必就长得像眼睛一样 也有可能是长在石头里 他一边走动一边思考 怎料被脚下的碎石割了一下 他就捡起石头随手一扔 没想到碎石被巨石吞了进去 看得崇八一脸震惊 连忙把韩灵尔和沐云喊过来 崇八又捡起碎石 朝巨石丢了过去 结果又被巨石吞了进去 崇八好奇的赶紧上前查看 摸了摸巨石的表面 发现这块巨石居然是热的 崇八说这山石之眼 很有可能就在这巨石里 韩灵尔让崇八和沐云退后 然后经过运工一掌劈了过去 被劈开的巨石中间瞬间金光闪耀 刺得大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啊 终于找到了山石之眼了 韩灵尔拿到山石之眼 为表示对崇八的谢意 就邀请崇八去白连教共度发展 还说以你的聪明和才智 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但崇八说自己还要去找秀英和标树 就拒绝了韩灵尔的邀请 三人就此别过后 崇八沐云准备找白元和潘永慧和前往豪州 怎料正好撞上了豹子金花蓉和妖女七七哥 沐云保护崇八挺身而出 和琪琪哥打了起来 一旁的崇八看得干着急 这是花蓉来到崇八身后 正要对其出手时 看到白元和潘永找了过来 花蓉怕身份暴露被刘伯温知道 只好临时倒戈 看着像是在对付琪琪哥 实则是借机使眼色提醒琪琪哥快走 琪琪哥走后 花蓉说自己是刘伯温派来保护猪崇八的 白元听后一脸疑惑的看了看豹子金 其实白元早已看出花蓉是要 就一路注意着花蓉的举动 他们一行来到一处废宅歇脚流宿 花蓉见白元紧随其后无法下手 就说自己出去为大家找尸的 机灵的白元就赶紧跟了上去 随后潘永也跟了出去 崇八和沐云正在收拾休息用的稻草 花蓉突然返回悄悄地走到崇八身后 准备出手杀了崇八 这时沐云收拾稻草 误以为摸到蛇了 吓得撞到了花蓉身上 没想到竟把花蓉身上的天书给撞掉了出来 崇八过去捡起来和沐云打开一看 沐云一脸疑惑地问崇八这书上怎会没有字呢 崇八说只要是书一定都有字 没成想天书上竟然真的出现了字 花蓉抢过天书一看顿时欣喜若狂 这时白源和潘永回来了 花蓉怕被白源看到 就收起天书急忙跑了出去 白源觉得奇怪就问沐云 沐云道出了书的事情 白源立马想到是花蓉偷了主人的天书 白源赶紧追了出去 很快就追上了花蓉 这时奇奇格也闪现了出来 花蓉怕白源在刘伯温面前拆穿的 就一步做二步修要和奇奇格联手杀了白源 三腰打得甚是激烈 这时崇八他们也追了过来 奇奇格看到崇八就要杀了他 一阵激烈的打斗后 潘永不敌连扛了奇奇格树掌 最终死在了崇八的怀中 随后奇奇格又帮助花蓉一起对付白源 白源也被打得连连后退 接下来的事情令花蓉二人大吃一惊 两个妖女走后 白源瞬间变成了人形 但她已经用尽了所有力气 而且还受了重伤 她怕妖女在卷土重来杀害猪虫吧 于是催促虫吧赶快离开这里 说自己伤势好转会与你们会合来 还说自己会好好安葬潘永的 崇八不忍就这样弃朋友而去 沐云也知道如果妖女这时反攻就无人能敌了 只好强拉着悲痛万分的崇八逃命 与此同时 朝廷的大祭司萨满承报顺帝 说自己夜观天象发现青龙青格外耀眼 因此怀疑此人也是反叛朝廷之人 顺帝听后让萨满不妨做法看看 只见萨满对着纸张一阵施法后 再对着纸张口吐一股黑雾 陈有亮的相貌瞬间显现了出来 顺帝当即下令以照相貌搜捕此人 陈有亮三人这天正准备进城 哪知援兵拿着画像再一一排查 陈有亮走上前接受检查 被援兵一眼认出并打了起来 陈有亮师徒和刘伯温虽都武艺抄群 但也恐难抵御增援的重兵 三人见识只好向郊外逃离 援兵也全力追捕道次 接着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 须玄真人怕难敌重兵 就让徒弟陈有亮先走 陈有亮正在犹豫之事 沐云姐姐杨条华带着一帮蒙面人突然现身 并放出冷箭为陈有亮解围 接着放出了一颗烟雾弹 陈有亮三人才得以脱身 随后跟杨条华来到了他的基地义德会 而且杨条华还是义德会的首领 陈有亮三人还在庆幸今日逃过一劫 岂不知援兵穷追不舍已经追杀了过来 奈何小帮会根本不敢和援兵对抗 杨条华只好选择放弃基地 和陈有亮一行逃离此处 脱离险境后的杨条华痛哭不已 自责自己丢了父亲传下来的义德会基地 众人劝其先躲开援兵的追杀再图发展 陈有亮则提议先去投靠白连教 也好有个落脚之处 杨条华也觉得可行 就当即将义德会成员化整为灵 随后在白连教集合 他们来到白连教拜见时 又护法刘福通接待了他们 没想到刘福通和须玄真人还是就相识 两位习武的就相识见面就过几招来 看得众人一脸疑惑 一阵过招后 刘福通看实力派前来投靠自然不能慢待 还吩咐教徒准备九样款待 其目的就是为了壮大自身实力 以图谋篡夺教主之位 到了晚上 须玄真人带上陈有亮和刘福通在树林里密谈 当须玄从刘福通口中得知教主有病卧床数页 就教唆刘福通造反掌控白连教 目的就是以图后期帮助陈有亮成就帝王梦 哪知这番话被出来散布的刘伯温听个正着 第二点 刘伯温奉劝陈有亮做事不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否则以后会自讨苦吃 刘伯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到了晚上 失落的刘伯温回想多日来对陈有亮的观察 发现陈有亮处事为人不够正义 实在不是天子所为 因此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人了 而陈有亮也确实是青龙星转世 举其不定的他打开窗户 一阵做法后打开了天眼 看到陈有亮的青龙星只是微亮 而旁边的另一颗星却在大放光芒 正在此时 居然看到另一颗星突然变化成一条金龙 随后青龙星则变化成一条青龙 还和金龙缠斗在了一起 注意看 刘伯温天眼一开 看到天上一颗星瞬间幻化成一条五爪金龙 随后又出现一条青龙 青龙还和金龙缠斗在了一起 刘伯温这时想起 之前见到陈有亮身上出现的龙形是四爪青龙 而并非是五爪金龙 现在金龙现身 刘伯温此时确定自己认错了真命天子 再看天上的双龙打得不可开交 但青龙始终没能打过金龙 最后灰溜溜的跑了 刘伯温认为陈有亮也只能称霸一方 而并非真命天子 刘伯温想到这里 便给陈有亮留下一封书信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 陈有亮来到刘伯温住的房间 看到了桌上的书信 写上内容说陈有亮将来必成一方霸主 希望他今后能够上体苍生好的 下连百姓疾呼 切勿刚毕自用听信小人谗言 陈有亮看过书信后 疑惑重重的将此事告诉了师父 可须玄真人并不是金龙星的存在 就说那刘伯温是在胡说八道 并说陈有亮 你就是真命天子 一直以来陈有亮也是这么认为 还说刘伯温是识人不明 既然他要走 那就让他走好了 我确信我陈有亮 一定可以打天下 稳坐江山 看到徒弟由此雄心壮志 当师父的自然会感到欣慰和开心 马皇后马秀英这边 为了讨口范至 正在帮人编织竹篮 怎料一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弄得竹篮上满是血迹 黑心老板不但不给秀英供钱 还联合老婆暴打秀英所要赔偿 曾经给过秀英馒头吃的卖馒头大叔 上前打抱不平 黑心老板还将大叔也一阵暴打 秀英见此赶紧上前护住好心的大叔 韩伶尔这时刚好途经此处 一脚将黑心老板踹飞挂到了树上 接着一拳将恶附下晕了过去 看热闹的众人也被吓得纷纷散去 随后韩伶尔掏出一定银子 感谢了这位好心大叔 韩伶尔得知了秀英二人的遭遇后 就让二人暂时住进白莲郊 找人的事情可以让教徒们去做 秀英看标书病重又身无分文就答应了下来 可没想到走到半途 红艳被这韩伶尔给了秀英一袋盘缠 让秀英离开韩伶尔自己去找亲人去 原因是红艳看出韩伶尔喜欢上了秀英 怕儿女私情影响韩伶尔的大意 秀英只好勉为其难地接过银子和标书去寻找郭子兴 这时的元顺帝又梦见手持日月的男子前来抢夺王位 这就说明那个朱姓之人肯定还活在世上 于是召见大祭司萨满解惑 萨满说朝廷追杀这么久 但还是让他给逃脱了 看来这个人身边必有高人比诱啊 这是萨满想到一个办法 说石骨不是一般人能敲奖的 如果谁能敲响石骨 那这个人必然是将来反叛之人 顺地听后当即下旨 让全国的城门外架设一个石骨 所有人进城必须敲一下石骨 若是有人敲响 那就将他抓起来 而崇八这边 要和沐云一起前往豪州找秀英和标书 去豪州又必须要经过这座县城 二人看百姓都在排队敲了石骨才能进城 崇八就拉着沐云也去排队 很快就排到他二人 沐云走在前面拿起骨锤敲了一下 接着把骨锤递给了崇八 崇八觉得很好玩 还给两个掌心吐上防滑唾沫 正当轮起骨锤要敲时 一旁的援兵却狗眼看人低 他看崇八穿着一副乞丐模样 而且还是个臭头 就叫崇八不要敲了 赶紧进去得了 可好奇的崇八倒很想敲一下玩玩 沐云怕他惹是生非 强拽着就进城去了 哪知这好奇的崇八不死心 刚进城就趁机甩开了木云 心想着别人都能敲石骨 为什么不让我敲呢 我偏要去敲敲看 这小子又跑出城外 拿起石锤用力敲了上去 注意看了 这可不是排队做核算 传说能敲响石骨之人 就是真命天子 而朱崇八只是处于好奇 没想到他这一锤上去竟然真的敲响了 镇的瞬间人羊马翻地动山摇 百姓们纷纷震倒在地 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宫大殿都震得摇晃起来 皇帝被吓得惊慌失措 太恐怖了 比打雷还下 大人 难道石骨被人敲响了 什么 好在沐云这时过来把崇八给拉走了 城楼上的哈马太尉立马下令追杀妖人 多亏了木云 崇八才侥幸递过了一劫 可藏在定远城里也不是长久之际 崇八正挠着臭头 在想如何躲过官兵追杀逃出城去 突然看到地上有块掉落的豆腐 就瞬间想出一个好办法 他头戴荷叶遮住他那显眼的臭头 右手拿着臭豆腐引来无数的苍蝇围绕在身边 路人见了都绕着走 还装成了一个傻子模样 崇八心想这样应该就能躲过援兵的追杀了 此时哈马太尉接到太监传旨 说萨满大祭司已经推算出那妖人的特征 他会头戴皇冠 手拿玉玺 身边还有千军万马 哈马一听这还得了 当即下令张帖缉拿告示捉拿此妖人 这天刘伯温也来到了定远城 他看到告示上的通缉犯 头戴皇冠 手拿玉玺 身边还有千军万马 心想谁可以这么嚣张 刘伯温转身准备离开时 正好看到了打扮怪异的猪虫霸 这时沐云发现刘伯温在看他们 想提醒崇八时 不小心打掉了手上的豆腐 崇八赶紧弯腰起剪 不小心把头上的荷叶也给掉了 怎料一对援兵正走了过来撞个正着 崇八还想着继续装傻子呢 但这个援兵已经认出他就是那敲响石骨的妖人 刘伯温眼看崇八躲不过去了 就准备出手相救 但又想到光天化日公然和官兵作对恐有不妥 只好暂且作罢另想他发 崇八看有十几个援兵手持弯道 只好让沐云先走 援兵只抓敲响石骨的妖人 也就没怎么在乎沐云 刘伯温也只好眼睁睁看着崇八被抓走 哈马太尉的千金托亚正在思念崇八 这时丫鬟来报 说太尉把敲石骨的妖人抓到了 托亚听后还为父亲庆幸 并问妖人长什么样子 丫鬟说是个穿着破烂的臭头小子 托亚听后大吃一惊 急忙跑到了牢房看望 一看果然是朝思暮想的崇八 就赶紧命令牢头打开牢门 直接朝崇八扑了上去 崇八也来不及叙酒 让托亚赶紧去求哈马太尉放自己出去 托亚急忙跑去求父亲 哈马一听当即就给拒绝了 说这个妖人是皇帝陛下多年来的噩梦 如果放了他 我怎么向皇帝陛下交代呢 并且让丫鬟看住托亚不许走出房门半步 这时刘伯温变成一个援兵准备混进牢房救崇八 怎料被妖女齐齐格无意看到 齐齐格也跟了上去 崇八这边来了一个援兵给他送饭 抬头一看 原来是乔装打扮的刘伯温 刘伯温告诉住崇八 自己不能贸然劫牢 不然会引起骚动 但是我会教你炖土的法术 你可以用土炖术自己逃出去 然后刘伯温悄悄告诉了崇八土炖术的口诀 可没想到刘伯温刚走不一会儿 齐齐格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崇八见此大吃一惊 齐齐格当即就要杀了崇八 崇八赶紧默念土炖咒语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土炖术 这是好朋友沐云也没闲着 他摸进了太尉府寻找猪崇八 没想到误打误撞闯进了托亚房间 并挟持了托亚 让丫鬟去告诉哈玛太尉 其目的是想用托亚救出崇八 托亚得知沐云要救的人是崇八后 还未知庆幸 说自己也在想办法救崇八 二人的目的都是为了崇八 还坐下聊了起来 他们听见哈玛太尉过来了 托亚赶紧让沐云拿剑架在他脖子上 哈玛进来后 沐云要求赶快放了猪崇八 哈玛一听妖人崇八姓主 就更加确定猪崇八就是皇帝要找的人 因此就更不能放了 但是又不忍看着女儿被杀 就在哈玛犹豫不决的时候 小兵来报 妖人突然不见了 沐云听到好消息后放松了下来 忽视总教头趁机一把把托亚救了过去 失去人质的沐云又被抓了起来 而这边的崇八利用土盾树逃出去后 奈何太尉府太大找不着出路 于是偷偷的躲进了一个房间 没想到这是托亚走了进来 原来这是托亚的闺房 而且还准备沐浴 崇八一时慌乱就藏在了床上 托亚小姐准备沐浴 却不知朱崇八就藏在床后面 崇八是个正人君子 但此时又不能出去 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偷看完托亚沐浴的整个过程 看得崇八心脏都快蹦得出来了 托亚沐浴完毕准备睡觉 崇八无颜面对只好紧闭双眼捂着脸 托亚上床突然发现朱崇八竟然在自己床上 崇八怕托亚喊出声被人听见 就急忙捂住她的嘴 托亚怕崇八被发现 就让丫鬟先退了下去 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也太尴尬了吧 崇八准备转身离开 托亚知道外面有守卫 就急忙想拦住崇八 你不要过来 我不是故意的 我帮你裹上 崇八无心的把托亚看了个尽光 现在就更加尴尬了 但看托亚的表情倒是蛮乐意的样子 还安排崇八先在她房里躲一晚上 具体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狼哥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到了第二天 托亚的表情就像新婚刚起床的新媳妇 问崇八我们什么时候成亲 崇八一听当即傻眼了 大小姐 我发誓啊 我昨天晚上一直闭着眼睛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真的 没想到这臭小子看光人家身子后 居然还不想认账 并且还说自己这辈子只会娶马秀英一人 托亚爱崇八爱得太深 说只要你娶我 我可以同意你娶马秀英为小妾 看到凭着不可一世的千金小姐居然说出这番话 崇八不忍再言伤心之语 说自己目前还不能考虑这些 当务之急是要先将墓云救出来 就在这时 哈马太尉来找托亚 二人吓得一时不知所措 崇八随口道出 没想到哈马竟真的一脚踩空扭伤了脚 崇八侥幸的逃过一劫 托亚来看受伤的父亲 突然想到如果能拿到他的通关令牌的话 不但可以救出墓云 而且还能让崇八逃出去 托亚趁他老爹睡着时拿到令牌 随即让崇八打扮成援兵来到牢房救出了墓云 再用通关令牌顺利通过了重兵把守的城门 三人终于逃出了城 但墓云在牢里受了伤 并且两天没吃东西饿得实在跑不动了 这时哈马太尉带人追了上来 官兵们很快就将崇八几人团团围住 哈马拔出弯刀 就要杀了拐骗女儿的崇八 幸好这时刘伯温突然出现 刘伯温让崇八他们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崇八他们逃远后 刘伯温彻底的放开手脚 三两下就将这些援兵一一给控制住了 就连哈马太尉也被点了穴道动弹不得 哈马让刘伯温杀了他 但刘伯温说自己是不会轻易杀生的 然后潇洒的离开了 崇八这边带着受伤的墓云实在跑不动了 而且墓云还发着高烧 本想找个地方休息 给墓云弄点吃的 怎料突然冒出一群山贼将他们团团围住 死胖子说自己叫胡大海 是这方圆百里的山带王 可不是什么山贼 托亚本想用父亲哈马太尉的名号 吓跑这帮山贼 胡大海却说自己平生最恨的就是当官的 并且还看上了托亚的美貌 要将托亚带回山寨做鸭寨夫人 三人被带上山寨后 小喽喽们纷纷跪拜他们的山带王 胡大海呵斥崇八为何不跪呢 崇八说不是我不跪 而是我拜你怕你承受不起会摔倒的呀 胡大海认为朱崇八是在吹牛 托亚说他可厉害着呢 定远线的石骨就是被他敲响的呢 胡大海听后一脸震惊 但又心想自己好歹也是个山带王 岂能被一句话就给吓到 接着对崇八说 如果你能把我拜倒的话 我就给你磕头拜你为大王 我来为你寻山站岗 托亚这是忧心的温虫霸 说这死胖子胖得像头猪似的 要想把他拜倒 是不是有点不太现实啊 崇八却让托亚放心 说自己从小到大 只要被我拜过的人 没有一个不被拜的东倒西歪摔倒在地的 准备好了吗 来吧 没想到崇八这才单膝跪地 整个忠义堂都瞬间晃动了起来 把胡大海摇得东倒西歪 一下子摔了个狗尸时 崇八起身后瞬间又平静了下来 胡大海一脸严肃地看着崇八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说你就是传说中的真命天子啊 小弟们见此也跟着一同跪拜 朱崇八怎么也想不到此人就是他开创大明王朝的五虎上将之一 胡大海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贫苦百姓出身 也为腐败朝廷的压迫 活不下去了才上山落草为后的 还说要助真命天子一臂之力 就这样 崇八三人就在山寨里住了下来 沐云的身体也渐渐恢复好了起来 这天刘伯温寻找崇八来到了山寨 胡大海看其穿着打扮倒是像个有钱人 让其交出钱财 否则管杀不管埋 原来你这是个贼窝 什么贼窝 胡大海说我们这是在筹集造反的银子 现在有了真命天子领导 我们这是要替天行道推翻园庭的 刘伯温问真命天子是不是叫朱崇八 胡大海以为此人是朝廷派来抓他主公的 当即喊叫小弟杀了此人 可没想到三两下就被刘伯温给定住了 胡大海空有一身蛮力 奈何不了刘伯温 刘伯温连连驶出隔空打牛 几招就将胡大海打得动他不动 胡大海见碰到硬茬了 就清了清嗓子大声喊叫主公快跑 崇八听到声音走过来一看 原来是仰慕已久的刘先生 崇八让刘伯温给兄弟们解了定穴后 问刘伯温为何到此呢 刘伯温说自己是来找真命天子的 并对崇八说 你就是金龙转世的真命天子啊 崇八听后一脸的不可置信 说自己就是个黄爵寺的俗家和尚 从没想过当什么皇上 更不想打打杀杀 刘伯温想到五虎徒所说的五虎聚气天子县 才明白原来是要等五虎将聚气 他才肯现身 看来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五虎将 他拿出五虎徒准备观摩一看 没想到打开一看瞬间惊呆了 注意看了 五虎徒上的老虎现行了 而且正是眼前的胖子胡大海 原来他就是五虎将之一 刘伯温笑眯眯的看着胡大海 给胡大海看得一脸疑惑 刘伯温这时并没有道出他未来的身份 随后拿出一本刀法秘笈赠予了胡大海 让其好好练习武艺 说胡大海将来必成大忌 随后还亲自传授崇八武学剑法 崇八真不愧为真命天子 不但天资聪慧 而且武学天赋极高 很快就领会了刘伯温教的所有剑法 随后刘伯温看他的主公却一件上好的兵器 随即就拿出太极伏魔剑送给了崇八 崇八看着手里的伏魔剑甚是喜欢 但是他拒绝了 说这太极伏魔剑是先生您的专属兵器 我怎能多人所爱呢 他果然是一个光明冷占的君子 随后刘伯温说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下山一趟 让崇八秦家练习剑法 而且最好不要离开山寨 并嘱咐胡大海一定要保护好崇八 先生放心 他看二人答应的斩钉截铁 便放下心去找豹子精要回那本天书 并问豹子精为何非要置诸崇八于死地呢 豹子精说自己在闭关修炼时功力都将要突破九重了 眼看大功告成 却被他那一剑射得我失去多年的心血 而且险些丧命 刘伯温说猪崇八也不是故意的呀 劝豹子精饶他一条性命 豹子精却说他对猪崇八的仇恨是永远不会释怀的 刘伯温无奈之下想用感情化解豹子精的仇恨 没想到豹子精执迷不悟 说只要我报了此仇 我才能定下心来和你在一起 我不能让你伤害主公 难道你心里就只有主公 两人也是动了真感情 最后却闹得不欢而散 刘伯温看在相互真情的份上 这天没有与之为敌 说下次必须要夺回天书 并且不再是朋友了 刘伯温走后 伤心不已的豹子精正在一股发泄 怎料萨满和奇奇和两师徒突然出现 还给豹子精演了一出苦肉计 萨满向豹子精借阅天书 豹子精自知这是肉包子打狗 便一口拒绝了 蛮横的萨满大打出手 想要抢夺天书 豹子精似乎难敌萨满的高身腰法 正打得不可开交时 奇奇格从中劝阻 并责怪师父不该对自己的好姐妹下死手 萨满觉得奇奇格是胳膊肘往外拐 就当即一掌击了过去 奇奇格被震得口吐鲜血 豹子精见此又和萨满打了起来 一阵激烈的打斗后 豹子精趁机把奇奇格就回到自己修炼的山洞 问奇奇格为何要站在自己这边呢 奇奇格说自己从小兽师父训练 杀人不眨眼 根本不懂什么是亲情 什么是友情 自从和你相处以后 在你的身上才找到了亲切的感觉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姐姐 豹子精听到这里立马被感动了 就立即为奇奇格运功疗伤 后来二人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 还允许奇奇格和自己一起练习天书上的法术 这是刘伯温带着白元找了过来 让豹子精交出天书 怎料妖女抢过天书就逃走了 白元立马追了上去 刘伯温对豹子精很是失望 说你自己练习天书功法也就算了 居然还让那妖女也练习 让其助纣为孽 说得豹子精白口难辨 豹子精说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杀猪崇霸 刘伯温说你若要杀天子 我第一个就要除掉你 随后刘伯温心软了 对豹子精说只要你交出天书 并且答应放了猪虫吧 我今天就放你一条生路 豹子精听到这里 对他俩的感情心灰意冷 让刘伯温杀了他 刘伯温重情重义又怎能忍心呢 二人在纠缠不清的时候 听到妖女在呼救 豹子精急忙出去查看 刘伯温也跟了上去 原来是妖女不敌白元被打伤了 豹子精从妖女手里拿回天书还给了刘伯温 妖女却步一步绕想抢夺天书 白元出手阻拦 没想到豹子精出手偷袭 将白元打伤 刘伯温见自己的好兄弟竟被打伤了 就直接召唤出了伏魔剑 白元准备继续追杀两个妖女 刘伯温将其拉了下来 说天书已经找回来了 就随他去吧 随后就带着白元去找猪崇八了 而猪崇八这边 胡大海看刘伯温教了崇八剑术 就想和崇八比试比试 崇八说自己练剑用的是数字 有什么好比的呢 胡大海看崇八拿着木棍练剑 这也太不符合真命天子的身份了 于是要带崇八去找一把爵士好剑 胡大海给崇八边走边介绍 说此剑名叫纯军 他不但能消铁如泥 而且还能斩妖触魔呢 可不比那太极腹膜渐弱 没想到大海带着崇八混进了驸马府 原来胡大海的表叔是驸马府的伙副长 他没事就来看表叔 一来二去就对驸马府的情况了如指掌 随后大海骗表叔 说自己在山寨实在混不下去了 才带着好兄弟前来投靠的 好心的表叔就让二人留下来 给自己搭个下手 好歹也能混口饭吃 我就说嘛 我表叔那对我是最好了 从小到大 我要星星他不给我月亮 我要骨头 但是一丝肉都没有 是不是 行了 到了晚上 二人偷偷摸进了驸马长玉春的府邸 崇八责怪大海不该带他来干这偷盗之事 胡大海却说 那我原来就是个山代王 我不去抢 那就只能偷了呀 崇八说这么干是不道德的呀 胡大海却说 我也知道我不对 尤其是遇到了兄弟你之后 你就彻底的唤醒了我这颗善良的心 但是这驸马他是个坏人呀 他明明是个汉人 却做了蒙古达子的鹰犬 我们这样做就是替天行道啊 崇八一听好像也有道理 随后二人偷偷摸进了长玉春的书房 一眼就看到了挂在墙上的纯军宝剑 而且长玉春此时还正打着瞌睡 说来二人也真够胆肥的 正当崇八即将得手之时 长玉春突然惊醒了过来 两个毛贼剑子赶紧撒腿就跑 可刚跑到门口就被空翻过来的长玉春拦住了去路 胡大海和长玉春打斗了起来 没曾想三两下就被长玉春打趴在地上 慌忙的崇八随手抓起一根树枝防御 长玉春不屑的对他说 我手上拿的可是削铁如泥的纯军宝剑 就凭你拿这一根树枝也敢与我决斗吗 只见崇八拿起树枝说道 树枝树枝 你可千万不能被他砍断 要不然我就惨了 自信的长玉春挥剑猛攻过来 崇八用树枝连接了树石兆 想不到崇八手上的树枝竟然真的没被砍断 楚学剑法的崇八竟能和长玉春打得旗鼓相当 这时大海爬了起来 拉着崇八就往外跑 结果没跑出多远就被援兵团团包围 这下两个毛贼可算是彻底栽了 就在这时 老天爷似乎知道了真命天子有危险 突然间刮起了大风 刮得援兵眼睛都睁不开 就连火把也被吹灭了 顿时一片漆黑 崇八二人也侥幸得以逃脱 随后长玉春捡起地上的树枝 不可置信的观摩了好一阵子 看这树枝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呀 纯军宝剑居然砍不断他 可当他轻轻一折 树枝却被折成两截 长玉春剑子无比震惊 第二天夜里 二人贼心不死又猫了进来偷宝剑 眼看就要拿到手之时 楼上突然撒下一个大网 二人顿时傻眼了 官兵们很快冲了进来 原来书房早已布下了陷阱 就等着他们来自投罗网 倒霉的表叔也被牵连其中 这下他们彻底跑不掉了 表叔 大海啊 你可把表叔害死了 这是刘伯温回到了山寨找崇八 发现崇八和胡大海二人都不在 从小弟的口中得知 原来胡大海带崇八去驸马府偷见了 刘伯温听后急忙推散 怎料结果却让他大失一惊 朱崇八和胡大海来偷驸马长玉春的纯军宝剑 没想到掉入了陷阱 被逮了个正长 而且还把大海的表叔也牵连其中 三人一同被关进了大牢 崇八安慰表叔 说自己能够逢兄化吉 我们很快就能出去了 但表叔压根就不相信这臭头小子的话 这是胡大海拉起表叔说的 崇八是真命天子呀 他说的话非常灵验的 他不但姓朱 而且定远线的石骨就是他敲奖的 表叔听后一脸震惊 不可思议的看着朱崇八 月珍公主陪老夫人正在吃饭 老夫人发现口味和平常不太一样 于是问丫鬟怎么不是海叔的手艺呢 一旁的小丫鬟说海叔被关进牢里了 这时公主便向老夫人解释了缘由 老夫人却说海叔是个老实人 而且是我带进府的 如果说她是奸细 那我岂不是也有嫌疑呢 公主一心想讨好这个婆婆 她见婆婆生气了 于是立刻让丫鬟去传令放了海叔 朱崇八这皇帝嘴一开 没想到居然真的应验了 随后海叔安慰两个调皮的小子 说自己出去后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的 可除了后本想去求老夫人放人 但是守卫却不让她进去 万一她真命天子的身份要是暴露了 那可就是危在旦夕了 你说什么真命天子啊 哎呀 鬼 鬼啊 白元突然出现把海叔吓了个半死 刘伯温劝其不要害怕 问海叔所说的真命天子是不是叫猪虫吧 我我没有说 我没说 刘伯温说自己是来救崇八和大海的 海叔听到这里才放下心来告诉他们 说驸马爷长玉春武艺高强 你们是打不过他的呀 可白元一听 当即就要收拾那个长玉春 随后就找到了长玉春书房 二人见面就打了起来 长玉春确实厉害 竟然能和千年到航的白元打得不分宣制 长玉春趁机拔出纯军宝剑一会 剑气一下子将白元打伤在地 好在刘伯温及时出剑 白元也没想到剑气能让他元气大上 刘伯温说纯军宝剑专制一切邪魔 让白元先回去好好疗伤 海叔说看样子只有求老妇人了 随后便将长玉春的身世告诉了刘伯温 说长玉春虽是当朝驸马 但他父亲却是个汉人 而且祖上还是前朝的大官 刘伯温拿出五虎图定眼一看 图中一只老虎瞬间现象出人形 一旁的海叔见字大惊失色 这不是我家驸马爷吗 原来长玉春也是五虎将之一 随后海叔把乔装打扮的刘伯温引荐给老夫人 说真命天子被你儿子关进了大牢 而你儿子正是未来辅佐他开国的五虎将之一 老夫人自知儿子是将才 但还是有些不大相信 直到刘伯温拿出五虎图 老夫人看后才坚信不已 还亲自带刘伯温前往大牢解救重八二人 小儿不懂事 将真命天子关起来了 老山在此 带他谢罪了 老夫人 您可千万别行如此大礼啊 怎料几人刚走出牢门 就被长玉春的副将铁木青带人阻拦 还对老夫人说出讽刺之言 没想到老夫人也会来到这个又脏又老 关前朝狗的大牢里 铁木青 接着就下令要把崇八和大海押上囚车送往京市 还说是驸马的命令 老夫人强硬阻拦 铁木青却根本没将老夫人放在眼里 还拔剑扬言要杀了老夫人 好在长玉春及时赶到 阻止了嚣张的铁木青 随后老夫人指责儿子 不许将猪崇八和胡大海送上京 长玉春是个大孝子 但又是朝廷的官 无奈只好将二人暂且关押起来 母子回府后 老夫人气得当即给了长玉春一耳光 娘 孩子究竟犯了什么错 我完全不知情啊 随后将他父亲的死因告诉了长玉春 原来长玉春祖上是南宋的大官 南宋灭亡后 长玉春父亲组织人马准备推翻园艇 结果东窗事发 被袁顺帝亲自斩杀 还将他吊在城门上 老夫人说以前不告诉你 就是怕你冲动去报仇呀 而如今的天下 被那狗皇帝搞得民不聊生 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老百姓正需要一位真命天子 带他们脱离苦难呢 而你却将真命天子关入了大牢 梅城想二人的谈话被门外的铁木青偷听 随后铁木青带上好酒好菜 去探望猪虫八和胡大海 冒充说是老夫人的吩咐 大海未确保虫八的安全 于是抢先是吃了韭菜 为了国家 为了黎民百姓 为了杀父之仇 常玉春放弃驸马之位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妻月珍公主 死在自己怀里 上集说的铁木青背着驸马 给牢里的虫八和胡大海送来毒酒 谎称是老夫人吩咐前来探望 胡大海为了确保猪虫八安全 自己就先是喝了一口 结果顿势口吐白沫生命垂味 铁木青看虫八没被毒死 便举刀要杀了虫八 危急关头 白猿突然出现 护住了猪虫八 接着一个飞腿朝铁木青踢了上去 铁木青自知不是白猿的对手 连忙逃跑 白猿也迅速追了上去 很快就追上了铁木青 先使出一个定身术 紧接着一拳上去 直接把铁木青送回了老家 刘伯温此时来到了牢房 看到中毒的大海生命垂味 赶紧掏出一颗解毒药丸给大海喂下 好在大海中毒不深 只是到了黄泉路口又返了回来 随后常玉春正是跪拜了未来的主公猪虫八 虫八又收复了一员虎将 常玉春知道自己身世后浪子回头 下定决心弃暗投名辅佐猪虫八 可自己身份还是当朝父吗 爱妻又是元顺帝的亲妹妹 又怎能辅助真命天子去杀大舅哥推倒园庭呢 这是老夫人拿着纯军宝剑 要常玉春大义灭金 去杀了自己的妻子 妻子月真公主温良贤术 对婆婆孝敬有加 她夫妻二人更是情深似海 常玉春怎能下得去手呢 她下跪苦苦请求母亲放过爱妻 老夫人说自己也不忍心呢 但是你现在辅佐的是真命天子 你现在不杀了她 将来又怎么能杀得了她的皇帝哥哥呢 常玉春见母亲苦苦相逼 无奈的她只能不停地磕头 磕得额头鲜血直流 但是老夫人已经下定了决心 甚至反跪在儿子面前 这痛心的一幕被公主的丫鬟听到 急忙跑到佛堂告诉正在打坐的公主 公主却并不相信丫鬟的话 因为她深信驸马是爱她的 不可能会做出伤害她的事情 而且还把丫鬟赶了出去 可现实是残酷的 没过一会儿 常玉春竟真的持见而来 用剑指着月真公主 说出了自己的身世背景和苦衷 公主这才明白自己为何一直不受婆婆待见 原来是自己的哥哥亲手斩杀了婆婆的丈夫 常玉春舍不得杀了自己的爱妻 二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公主悲痛一觉 下跪请求夫君放过她的皇兄 常玉春说我可以放了你 但是为了国家 为了天下百姓 为报杀父之仇 我一定要杀了你皇兄 随后就让公主快走 从此以后再不相见 公主看到夫君心意一觉 于是做了一个不让夫君为难的决定 父母 我们来生 再会 真是天意弄人 两个相爱的人最终落到了这般下场 最爱的女人死在自己肩下 长玉春悲痛一觉 伤心地晕了过去 这时老夫人走了进来 看到对自己摆一摆顺孝顺有加的儿媳 却最终被自己活活给逼死了 内心悲痛的老夫人瞬间口涂鲜血 随后掏出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腹中 崇八看到这一幕悲从心来 说难道为了个真命天子就要死这么多人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情愿不要当这个真命天子 我们来生 再会 驸 驸 驸马长玉春为了追随真命天子 推翻腐朽不堪的援朝 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天内同时失去两位至今 从悲痛中走出来后 说自己要为母亲守孝百日 然后再去与朱崇八会合 随后将纯军宝剑赠予了崇八 崇八不想夺人所爱 但是常玉春却说这把剑上沾了我娘子的血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用了 崇八不忍心拒绝 只好收下了宝剑 随后就和刘伯温回了山寨 再看马秀英这边 他和彪叔来到一家客栈住宿 突然发现有两个陌生人鬼鬼祟祟盯着自己看 吓得秀英赶紧收起手里的盘缠进了房间 到了晚上 果然有两个盗嘴猫了进来 秀英顿时被惊醒过来 盗贼手持刀锯架在秀英脱子上 秀英大喊救命 盗贼见此将其打晕 隔壁标叔听到呼救声过来查看 盗贼从身后偷袭 将标叔也打晕了过去 随后从秀英枕头下面找出盘缠袋子 打开袋子一看 竟然是白莲教的圣武令牌 两个盗贼似乎有些傻眼了 原来他们是白莲教的教徒 等秀英和标叔醒来 已经身在白莲教总坛了 教主韩山童得知秀英救过韩灵儿的命后 就将其留在了白莲教赞助 还吩咐教总帮秀英寻找亲人郭子兴 韩灵儿寻得山石之眼回来拿给父亲看 没想到秀英突然出现在面前 对秀英爱慕已久的韩灵儿 顿时高兴的说不出话来 原来韩灵儿不在的这段日子 秀英一直在为他父亲韩山童煎药送汤 韩山童看秀英温良贤术 甚至把他当作儿媳对待 可秀英日夜思念的是猪虫吧 这一天他收到了一封猪虫吧的书信 信上写的让他到一个指定的地方见面 秀英喜极而起 开心得他去见昭思慕想的虫吧 教主韩山童却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总坛位置极其隐蔽 送信的人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于是韩山童急忙追了上去 原来这一切都是陈有亮师徒搞的鬼 他模仿了虫吧的笔迹 蒙骗了秀英 想用秀英引出猪虫吧 再借援兵之手将其除掉 韩山童这时追上了秀英 但为时已晚 哈马太尉带着援兵瞬间围了上来 白莲教教主果然有两把刷子 半住香的功夫就解决了一群小兵痞子 然后急忙让秀英回去搬救兵 这时陈有亮师徒走过来 假装帮助韩山童对付援兵 实则是为了除掉韩山童好掌控白莲教 正当韩山童和哈马对峙的时候 臭道是须弦从身后一刀刺向了韩山童 可韩山童并没有当场倒地 都这样了还在奋力抵御 随后陈有亮趁机又使出欺煞掌 打得韩山童口吐鲜血 就在倒地的一瞬间 韩山童趁机不被抓住了陈有亮腰间的香囊 然后倒下韩赫而死 不久韩林儿带着教众赶了过来 看到眼前残忍的一幕 韩林儿几乎都要崩溃了 原来只留下了韩山童的躯体 首级被哈马割掉献给了朝廷 也为马秀英误入陷阱 教主为了救他才落得这般下场 悲愤的红艳让韩林儿杀了秀英 否则难凭重教徒之恨 可韩林儿深爱马秀英 根本就下不去手 并且韩山童在世的时候 也很喜欢善良的秀英 甚至给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媳 就是杀了秀英也于事无补 况且杀死他爹的是哈马狗贼 红艳说马秀英死罪可灭 但是要先将他囚禁起来 这时韩林儿正在给父亲整理遗体 突然发现了韩山童手中的香囊 并且一眼认出是陈有亮的 于是立马下令控制住了三人 红艳也发现教主身中七杀长 而这狠毒的武功只有臭道士才会 须玄三人眼看是一败露 也不再演戏了 被陈有亮用感情欺骗的杨条华一声领下 一得会救部成员瞬间反水 众人混战到了一起 红艳对付臭道士须玄 韩林儿则对付陈有亮和杨条华 但是二打一 韩林儿似乎很吃力 手中的兵器都被打落在地 并且被猛攻的节节后退 随后韩林儿施法召唤出了三十巨人 石人一出万副莫打 陈有亮和杨条华险些被一掌拍子 须玄剑子赶紧过去搭救 豹子精和奇奇格也插了一手帮助陈有亮 三大高手联合施法抵御 韩林儿控制十人使出了终极杀招 几人被全部干犯 豹子精只好带他们先行逃走 随后韩林儿回到白莲教总坛 继承了白莲教教主之位 白莲教听令 从今日起 本教各部兵马改称红金军 本座号称小明王 诸臣有亮 除哈马 推翻顺地统治 明王明明 洪燕为防止教众在有人叛变 在教众不知情的情况下 给他们喝下了四季式心伞 如若有人胆敢背叛白莲教 那他在换季的时候得不到解药 则会犹如万重世心疼痛而亡 心怀鬼胎的刘福通 为了讨好韩林儿讨的解药 假装好心为韩林儿和马秀英做媒 韩林儿深爱秀英 自然是求之不得 可秀英一直爱的是猪崇八呀 怎么会嫁给韩林儿呢 刘福通就从中作梗 他威胁强迫被关押的马秀英 嫁给韩林儿 秀英顾己标书身体安危 对崇八有所交代 无奈之下只好委屈求全 韩林儿如愿以偿地和秀英成了亲 岂不知秀英压根就不爱他 拜完天地回到洞房后 想起了与崇八的点点滴滴 还想起他们从小青梅竹马时的甜蜜时刻 崇八亲自为他戴上草帽奉管 秀英此生愿望就是当诸崇八的皇后 他对崇八的爱至死不渝 想到这里 秀英拔出匕首准备自尽 红燕这时走了进来 阻拦住了马秀英 秀英说他对韩林儿只有感激之情 而并非男女之爱 只是想救出彪叔才答应和韩林儿成亲的 红燕从秀英口中得知 原来是刘福通逼迫他嫁给韩林儿的 红燕自知强迫的婚姻 是不会给韩林儿带来幸福 只会害了韩林儿 于是便放走了马秀英和彪叔 新郎韩林儿回房发现 心爱的秀英跑走了 精神当下一落千丈 红燕对韩林儿道出缘由后 劝其当务之急不要感情用事 说你应该要尽快地强大自己 早日杀了哈马狗贼拿回你爹的头颅 以告为你爹的在天之灵啊 韩林儿这才恍然大悟 随后红燕还告诉他 在大别山深处有颗宝物名叫五色灵芝 只要你吃了它 会大大增强你的法力 到时候哈马陈有亮这些人自然不是你的对手 这边的崇八自打看到长玉春一家的惨状 情绪十分低落 和刘伯温回到山寨后 得知托雅为了找他也走丢了 心中不免有些自暴自弃 刘伯温劝崇八要勤家恋戒 说崇八你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啊 可崇八却说我连一个托雅都保护不了 我还是一个臭头 我能有什么作为呢 说自己想尽了各种办法 却始终治不好我这臭头 刘伯温为了能让崇八镇坐起来 说在大别山上有种质宝叫五色灵芝 但是极其难找 也为他只在月圆之夜才出来吸收月之精华 随后刘伯温安排白猿和沐云去找托雅 自己和大海陪虫扒去大别山寻找五色灵芝 他们很快来到了大别山 刘伯温试图做法追寻灵芝位置 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说这灵芝乃神农当年所在 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 现在已经具有了灵性和生命 并且它的位置也一动不定 到了晚上 刘伯温拿出天书 想看看天书上有没有关于灵芝的记载 但打开一看 发现天书居然是假的 原来是被豹子精给掉包了 第二天 大海误打误撞 找到了一株神似灵芝的大蘑菇 正当他要伸手采摘时 汤河突然出现上前阻拦 原来汤河这几年是被他父亲送去山上拜师学义了 也练得了一身毫无意 刚好他也在找那五色灵芝 二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这时崇八找了过来 还拿出弹弓准备帮助胡大海 汤河转头一眼就认出了崇八 两个儿时的玩伴终于又见面了 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打起了自家人 这天晚上是月圆之夜 汤河首提铃铛带着崇八大海一起寻找 原来这铃铛是汤河的师父给他的宝物 铃铛越响 就证明距离灵芝越近 这是灵芝震动的厉害 崇八提一先藏匿起来 等待无色灵芝现身 于是三人分散藏在了草丛里 两个妖女在寻找千年灵芝 岂不知灵芝已经幻化成了五色灵芝 此时她正在吸食天地之灵芝 却没想到背后藏着两个人要抓她 奔手奔脚的大海上去扑了个空 崇八这是掐指时机 一把就将千年灵芝给抱住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千年灵芝居然成了精 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孩 哎 还真有点像小孩啊 胡大海拔刀就要将灵芝剁了 崇八赶紧将其护住 大海说这小家伙跑来跑去 剁了他就不会再跑了呀 这时崇八动了侧隐之心 说这灵芝看着像个小孩一样 你们怎么忍心伤害他性命呢 大海汤和看老大都这么说了 二人只好就此把手 没想到陈有亮这时也来到这里 原来他是为了增强功力 也来寻找千年灵芝的 陈有亮向崇八虚情假意的打着招呼 崇八见到老朋友高兴得不得了 两人正在叙旧的时候 五色灵芝趁机偷偷跑了 可是没跑多远 又遇上了妖女齐齐格和豹子精花容 妖女看灵芝长得甚是可爱 还真是不忍心吃了他呀 豹子精却说 他只不过是一株灵芝 有人样没有人心 没必要对他不忍心 豹子精准备传音叫陈有亮过来 刘伯温这时追了过来 让妖女赶快放开灵芝 不然的话就把你们一起收拾了 豹 刘伯温 有本事你自己来抢啊 豹子精让妖女带着灵芝先走 自己留下来拖住刘伯温 接着这对老情人便打了起来 豹子精因为偷练了无字天书上的功法 居然能和刘伯温打得不分宣制 丝毫不落下风 豹子精说 你还是担心你的主公吧 他现在可是和陈有亮在一起呢 刘伯温担心崇八的安慰 只好先顿去找崇八 这边的崇八戟人找了一夜 却还是没找到灵芝 陈有亮这时对崇八起了排除竞争对手之心 他提议大家分头寻找 故意把大海汤和他们支开 引导崇八一起来到一处悬崖边寻找 然后指着牙下说自己看到灵芝了 崇八俯身到崖边探望 陈有亮趁机拔出宝剑偷袭崇八 幸好崇八弯腰无意躲开了一箭 陈有亮见四处无人机不可视 也不再演戏了 直接一箭刺了上去 有亮 你 你干什么 朱崇八 你居然勾结刘伯温前我天赋之位 今日 我留你不得 你怎么这么说 崇八赶紧解释 说自己并不想当什么真命天子 陈有亮可不想听他辩解 直接使出狠招要置崇八于死地 崇八急忙躲开了杀招 翻身一跃 随手捡起了一根树枝和陈有亮打了起来 二人打得难解难分 不分胜负 陈有亮怎么也没想到崇八短短数日变得如此厉害 用一根小小的树枝竟能抵挡住他手中的宝剑 崇八甚至都没使出全力 一边抵挡陈有亮的杀招 还一边试图劝说陈有亮 这时杨条华跑了过来 陈有亮指使杨条华杀了朱崇八 杨条华深爱陈有亮 被陈有亮的虚情乱了善心 他拿出飞镖向崇八射了过去 崇八被偷袭的措手不及 好在白元及时出现打下了飞镖 还好崇八逃过了一劫 白元怒斥陈有亮是个卑鄙的菜鸟 居然对你的好兄弟按下杀手 自己打不过还叫女人来帮忙 陈有亮说只要是妨碍他成就大业的人 就是他的敌人 白元看这吊毛太不是东西了 想要上去教训教训他 怎料杨条华挺身阻拦 色猴子一把掐住了杨条华脖子 不要伤害他 好香啊 住手 沐云 妹妹 这是沐云也赶了过来 这分别数月的姐妹终于又见面了 把似猴子白元搞得好是尴尬 随后向沐云解释了刚才的经过 沐云听后不解以往的好友 为何发展成这个样子 陈有亮却说这个世上只能有一个真命天子 我若想成就天子之位 朱崇八就必须得死 像你这种卑鄙小人 你是因为当不了天子的 你 你什么你 崇八解释说自己对真命天子真的没有兴趣 并让白元放了陈有亮 但愿以后再不要相见 杨条华和沐云两个好姐妹就此也分到扬镳了 这边的刘伯温找到了汤河和大海 在寻找崇八图中突然发现了五色灵芝 刘伯温觉得五色灵芝白天轻易出现必有蹊 于是小心翼翼的上前查看 但令他更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这千年灵芝是假的 是豹子经用火毒孤射下的陷阱 身中剧毒的刘伯温顿时痛苦万分 特别是眼睛像火烧一样疼痛 汤河准备用水为其冲洗 怎料水也用完了 汤河叮嘱胡大海保护好刘先生 自己去找谁 刘伯温这时疼得晕了过去 胡大海见此赶紧猛掐人中学 但却无济于事 还被人从身后偷袭 大海两下就被打晕了过去 等汤河沼水回来 发现刘先生不见了 只剩下胖大海一人在此 还以为大海在这睡觉呢 就把这冤大头臭骂了一顿 原来都是豹子经所为 豹子经本想设计陷害朱崇八和汉林尔 没想到把自己的情人给害惨了 刘伯温被带到了一处山洞 齐齐阁上前要杀了刘伯温 可豹子经他深爱着这个男人 怎么忍心伤害他呢 于是骗齐齐阁 说自己还想从他身上 得到另外两本天书呢 随后支开齐齐阁去寻找陈有亮 等齐齐阁走后 豹子经从千年灵芝身上 揪下一根灵芝草 准备用来救治刘伯温 但在救治之前 为其吃下了一颗丹药 吃了这个 就算你解了毒 也无力和我对抗 接着正要用灵芝草救治时 韩灵儿师徒无意搜索到了这里 韩灵儿以为豹子经要伤害刘伯温 拔出宝剑就打了起来 以为豹子经练了天书上的功法 韩灵儿看得师徒二人联手 也不是对手 于是准备召唤出毒眼识人放出大招 豹子经见识过识人的厉害 吓得他立马闪了 红样过去仔细查看了刘伯温的伤势 发现他中毒很深 特别是眼睛被火毒严重灼伤 当下也只有灵芝才能解毒 于是让韩灵儿披了五色灵芝 一半救治刘伯温 另一半让韩灵儿吃了增强功力 正当韩灵儿拔剑药披下去时 崇八木云找了起来 急忙拦住了韩灵儿 请求他不要伤害灵芝 因为崇八觉得这灵芝 已经具有了灵性和生命 韩灵儿说如果不披了灵芝 刘伯温的毒就无法医治 灵童一脸无辜的看着崇八 无奈的崇八连忙请求可爱的小灵童 舅舅刘先生 灵童仿佛听懂了崇八的话 他指了指豹子经设下的求困法术 崇八试着用手指碰了碰 发现自己根本打不开 这只是个泡泡 应该一捅就会破了 崇八这皇帝口一开 立马就应验了 随后可爱的灵童 拿出两株千年小灵芝送给了崇八 这是韩灵儿也想索要一株 可小灵童屌都不屌的 一个隐身就不见了 崇八看韩灵儿一脸失落的表情 笑着将一株送给了他 另一株则交给了红燕 让红燕给刘伯温解读 一旁的沐云抱怨崇八是个大傻子 没有灵芝又怎么治好你的臭头呢 崇八却说无所谓呀 反正臭头臭了十几年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懂 韩灵儿是我的好朋友 可比我这臭头重要多了吧 韩灵儿看着重情重义的崇八 心中无比的佩服 他也终于明白马秀英 为何这么喜欢崇八了 刘伯温吃过千年灵芝后 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 红燕看徒弟已经拿到了千年灵芝 就向大家道别回了白莲教 怎料这师徒二人刚走 五色灵童突然又闪现了回来 五色灵童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你竟然会说话 因为我已经修炼成人形了 我当然会说话 只是平时没有人跟我说话 哇 那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五色灵童说你不但救了我两次 还把我送给你的灵芝草送给所需的朋友 数千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了得到我 而被信弃义相互残杀 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无私的 此时听得崇八酣笑了起来 随后灵童为了感谢对他的保护和救命之恩 就亲自摘下了一株千年灵芝送给了崇八 五色灵童 谢谢你啊 别客气 崇八之后瞬间感觉到精气神大增 顺便来了几个空翻 发现自己果然身轻如燕 浑身充满了力量 刘伯温上前为其摘下头上的羔羊 发现崇八的臭头病果然痊愈了 灵童说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然后就隐身离开了 随后崇八几人去找大海他们会合 沐云一直盯着帅气的崇八看 把这小姐姐简直都迷呆了 胡大海和汤和这时走了过来 发现崇八头上膏药不见了 臭头也好了 大海上去抱着崇八就是一顿亲 随后他们回到山寨 崇八居然要解散这群匪众 可大家都不愿意走 沐云劝说崇八 说陈有亮已将义德会 全部兵马纳入他的麾下 他不但占据一方 而且还要置你于死地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势力 你就很难在这乱世之丘立足啊 刘伯温也对崇八说道 现在天下混乱群雄四起 有势力的人都割据一方拥兵自重 现在唯一能避免战争的办法 就是你要号令群雄推翻援亭 登上王位 你现在应该要发展自己的势力 而不是解散大火呀 对 我不愿意跟这笔天子打天下 我不要决定我们 不要决定我们 汤和也说 从小到大你一直是我们玩伴中的领袖 你可不能枉费了我的一身武艺啊 胡大海说我们干脆就以这里为基地 占据一方招兵买马 以便扫平天下 对 公大天下 朱崇八看着大家追随他的决心思虑了许久 终于下定决心带领大家平定天下 但是当下要先前往豪州寻找秀英和标树 刘伯温告诉崇八 说那豪州的郭子兴郭元帅 为人素有人义之称 而且拥兵数万多次与援兵抗衡 你到了豪州一定要去拜访一下 你若能和他联手 那推翻援亭便指日可待了 这天晚上 刘伯温正在打坐修炼 突然感到豹子兴在召唤他 刘伯温像中邪了似的 神情呆滞地向外走去 牧云叫他也没有丝毫反应 其实这是情人豹子兴搞的鬼 刘伯温上次中火毒孤之毒 豹子兴给他吃的药丸居然是迷魂蛋 可以控制人的心智 刘伯温来到了豹子兴这里 他这是想把情人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豹子兴也是花容月貌妖娆多姿 刘伯温也算是有福了 第二天 崇八他们发现刘伯温突然失踪了 这时 一个小弟说自己昨夜看到刘先生往影州放下去了 而影州正是陈有亮的根据地 崇八去了就是白白送死 所以白元提议自己和沐云去影州寻找刘伯温 汤河大海则陪崇八去豪州寻找秀英和标树 没想到臭到是须玄也来到了豪州郭子兴府上 还忽悠郭子兴说自己看到郭府上空有七彩祥云出现 这就证明您的女儿是皇后命呀 大帅将来必成国杖啊 可郭子兴却听后暴怒 说自己都恨不得杀了这昏庸的元顺帝 怎么可能当他的国杖呢 虚玄说自己所说的皇帝可不是那昏庸的元顺帝 而是还未称帝的真命天子呀 而且他即将会出现在豪州城内 真命天子的传言本来在民间就广为人知 郭子兴问虚玄那真命天子有何特征 虚玄却说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建议郭子兴为他女儿抛绣球比武招金 以绣球引龙赋奉 这姻缘自然天成 郭子兴听后身心不已 其实这都是臭道士和陈有亮二人的计谋 其目的是想让陈有亮能成为郭子兴的女婿 从而取得郭子兴的兵权 这天是个婚嫁的好日子 郭子兴为女儿当众举行抛绣球招金 可他女儿早就心有所属 喜欢的是正在楼下张望的徐达 只见他含羞一笑 便把绣球朝着徐达抛了下去 众人顿时疯抢了起来 场面可谓是热火朝天 徐达不愧是未来的开国大将 很快就抢到了绣球 怎料陈有亮突然出现 朱重八这个名字太吐气了 你就改名叫朱元璋 朱元璋 朱元璋这个名字好啊 元璋还不赶快信谢功劳元帅赐名啊 多谢功劳元帅赐名 可是我不能做你女婿 绣球是我无意捡到的呀 上集说到郭子兴为女儿欲双招金 欲双心爱之人徐达本来都抢到了绣球 怎料陈有亮突然横插一个 陈有亮确实厉害 一只独秀力压群雄 只有徐达才能与之抗衡 其他人都不是二者的对手 二人武艺超群 轻功更是了得 就在二人斗的不分宣制僵持不下的时候 场外的朱重八说话了 如果可以调到我这儿来 我就可以把它当成礼物送给绣英了 朱重八这皇帝嘴一开 只见陈有亮徐达争得一不小心将绣球打了出去 恰好落在重八手上 突如其来的绣球把重八搞得不知所措 给徐达也整得一脸无奈 欲双气地甩手而去 这时郭府管家出来恭喜姑爷 请姑爷入府 重八连忙解释 说自己根本没有抢锈球 是他自己飞过来的呀 管家照张办事才不管那么多呢 家丁们连拉带拓 重八被强行揪进了郭府 陈有亮师徒二人设下的局 却被朱重八劫足先登了 可重八他只想尽快找到绣英 此刻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想跑跑不掉 急得干蹦的 大海劝说道 郭大帅拥兵自重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那陈有亮做梦都想当他女婿呢 你要是攀上这门亲 那你的将来就不可限量了呀 这边的玉霜本想徐达定能抢的绣球 没曾想落到一个陌生人手中 他心爱的人是徐达 不愿意嫁给一个陌生人 跟母亲寻死觅火 郭子星这时正在召见新古野 只见崇八微风八面走来 身上由内而外地散发着王者气息 郭子星都看呆了 见此人眉清目秀一表人才 双目炯炯有神 竟然比那陈有亮还更显王者风范 你叫朱崇八 是的 接着问崇八有没有取尽 崇八说男儿尚未立业 又怎能成家呢 郭子星听后十分满意 但是崇八却说自己有意中人了 不能娶郭小姐为妻 接到绣球只是一场误会啊 崇八让郭大帅放他走 郭子星这是大怒 堂堂大元帅 女儿也算千金之躯了 这婚嫁之事岂能而信 更何况他对崇八打心底的满意 于是呵斥崇八 你这个女婿不当也得当 不然我宰了你们三个 而且觉得朱崇八这名字太土 还为其赐了大名 你就改名叫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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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好啊 还不赶快信信 古老元帅赐名啊 多谢古元帅赐名 可是我 崇八本还想解释 怎料秀英突然手端茶盘走了进来 她是代替玉霜小姐来奉茶的 这青梅竹马的一对小情人分别树叶 没想到再次重逢却是在这样的场合下 秀英回过神来 慌张地跑了出去 她经历无数磨难 就是为了等她的崇八哥哥 没想到今日却成了别人的未婚妇 秀英伤心不已 哭得泪流满面 她看崇八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臭头乞丐的模样 看她那华丽的着装打扮 肯定是喜心厌旧 喜欢上了富家小姐了 标叔听后也是气得不得了 找到崇八就是一顿狠奏 骂崇八忘恩负义 秀英也为你差点都自见了呀 而且为了替标叔治病 不惜卖身来到郭府做了婢女 崇八本想替自己解释 怎料标叔狠狠抽了她一巴掌后摔门而去 崇八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皇帝嘴一开 惹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徐达也没想到儿时的玩伴能这么坑的 他和玉霜正在诉说着彼此的悲痛 玉霜说自己要不能嫁给徐达 那还不如去死 但是木一成舟只带下水 又有什么办法呢 徐达四来想去 决定去刺杀朱崇八 他蒙面提刀找到崇八住处 二话不说直接就干了起来 三个虎将打得甚是激烈 徐达虽然勇猛 但也难敌金飞西比的大海汤和二人 打斗了七七四十一分钟后 徐达被控制 这时郭子星赶了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 会被人帅 在下徐达 崇八回想小时候的玩伴也叫做徐达 但是他还不能够确定 随后郭子星下令将徐达先关在柴房 明日交由衙门处置 郭府的两位公子也未想取徐达的堂姐 结果遭到徐达的阻挠 因此兄弟二人怀恨在心 对其横家报复 徐达被打得遍体鳞伤 崇八汤和想确认这个徐达是不是儿时的玩伴 于是三人摸到柴房江崎救到他们的住处 大海骂郭府这两个王八蛋 下手也太狠了吧 没想到崇八就倒了一杯茶的功夫 徐达的伤势居然真的痊愈了 汤和本想夸赞自己的大哥 却被崇八叫出名字打住了 徐达突然听到汤和的名字 连忙问他以前是不是住在中立县 还比划起小时候一起掏鸟蛋的手势 原来这徐达真的是他们儿时的玩伴 我叫崇八 他是秀英 你们两个叫什么呀 我是徐达 我是汤和 我是大哥 我是二哥 我是小弟 兄弟三人重逢 激动的抱在了一起 给一旁的大海 text 给一 你们丢不丢人 兄弟三人再次重逢 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给一旁的大海感动得泪流满面 随后崇巴向徐达解释抢锈球是个误会 说他心里只有马秀英一人 并且答应帮助徐达娶到玉霜小姐 而郭府这边 两个傻公子又惦记上了马秀英 于是郭夫人向秀英提进 要他在两个公子中二选一 秀英细想 反正朱崇巴喜心厌旧都要娶玉霜小姐了 而且郭夫人对他还有救命之恩 于是就勉强答应了下来 还说全凭郭夫人做主便是 郭夫人建议让秀英也举办一次抛锈球相近 郎哥本来也想参与抢锈球 可惜郭夫人不同意 只允许他的两个傻儿子参与 谁抢到就算谁的 郭子兴看姑爷朱元璋不大愿意娶玉霜 所幸这天就把婚礼给办了 玉霜爱的是徐达 这婚节的本就万般不愿 新郎还姗姗来迟 只见新郎官一直低着头 丈母娘急着要看新姑爷长什么样 可新郎死活不肯抬头 郭子兴大怒 桌子一拍 吓得新郎官连忙抬起了头 怎料新郎官是汤河假扮的 原来崇八逃婚了 大海说他也不知道元璋去哪了 实在没办法才让汤河扮新郎的 这荒唐事办的 给郭子兴气爆了 当即下令将大海与汤河给抓了起来 再派人全程积拿猪崇霸 心爱的人要结婚了 秀英悲痛万分 哭得泪流满面 这是郁霜气的跑回房间 随身丫鬟这才告诉秀英 说那新姑爷朱元璋早都跑路了 秀英听后心想 是不是自己错怪宠八了 于是向天祈祷 希望两位公子千万不要接到他的秀求 白莲教这边 韩伶尔自打吃了千年灵芝功力大增 就连师父红艳都感觉不是对手了 韩伶尔决定闯宫 接回他父亲的头颅 这天夜里 他只身一人闯入后宫 挟持了元顺帝 萨满只好拿出韩山童的首级 和韩伶尔做交易换皇上 但狡猾的萨满不做赔本的买卖 说并不是朝廷要除掉韩山童 这一切都是陈有亮师徒策划的 并告诉韩伶尔 说陈有亮还在影州企图造反做天子 其目的就是想让韩伶尔和陈有亮狗咬狗 朝廷做山官虎斗 韩伶尔听了萨满一番话 便用顺帝换回了他父亲的头颅 当他准备撤离时 顺帝下令要杀了韩伶尔 韩伶尔准备召唤出独眼诗人 这时另外两位祭司也赶了过来 三人赶紧一同施法使出三度封印术 用来压制韩伶尔的诗人 随后萨满趁机又召唤出灵石 才勉强压制住 韩伶尔见状也只好趁机逃走 顺帝连忙下令让两个祭司去追上 萨满赶紧阻拦 然后向暴怒的皇上解释 说我们三人追上去也不一定能斗过这小子 只有四大祭司聚起才能对付那独眼诗人 而且放了韩伶尔 还可以让他去对付陈有亮呢 等他们这些力量斗得你死我活之时 我四大祭司一同南下 再将他们一举歼灭 好 这件事情交给你吧 办成之后 朕重重有赏 有人吗 臭脚瓜子 你看我们家们那么大声干什么 你居然还打人 原来朱崇八逃婚救出徐大后 又在想办法混进郭府救出大海与汤河 他提前踩点观察到郭府正在给两位公子找伴主 崇八灵机一动 乔装打扮后想混进去 怎料胖妞丫鬟看他瘦不垃圾的样子 就要赶走他 崇八只好放出了终极杀招 那就是哭惨 说自己父母早亡 身世又是如何的凄惨 自己已经饿了几天 没有吃东西了 哭得稀里哗啦的 胖妞被崇八感动得泪流满面 于是便同意带崇八入府 郭府人质疑崇八的能力 便提出诗句考的 赛诗台赛诗财 赛诗台上赛诗财 诗财绝世 诗财绝世 望江楼望江流 望江楼下望江流 江楼千古 江流千古 崇八果然天生奇才 随口就对上了郭夫人出的难题 随后郭夫人便同意留崇八在府上 做两个儿子的半读 胖妞见识到了崇八的才气 一脸痴迷的看着帅气的崇八 这时秀英走了过来 崇八突然出现在秀英面前 秀英对时间高兴坏了 二人看着对方 眉目传情 胖妞见他们寒情默默的样子 好像是吃醋了 随后硬将他二人给拉分开 让去陪两位公子读书 没想到这两个傻公子 要给崇八来个下马位 要崇八行跪拜之礼 崇八说自己不是不想跪 而是不能跪啊 因为我是地牛 一旦下跪 你们就会摔倒的 可这话哥谁会相信呢 给两个傻公子都笑惨了 大公子说崇八要是不下跪的话 就要将其赶出郭府 崇八无奈只好跪拜 怎料膝盖刚着地 瞬间地洞山摇了起来 两位傻公子被摔了个狗尸屎 因此对崇八也怀恨在心 这天管家回报 说郭大帅带领的义军 遭到了朝廷援兵的围攻 现在被困在一座山上无法逃脱 元帅府精锐全部出动 也没能救出郭大帅啊 崇八这时站出来说话了 说自己有办法救出郭大帅 这时管家一眼就认出了朱崇八 崇八一看装不下去了 就直接挑明了自己的身份 让郭夫人下令放出大海与汤河 并说二人五一高强 如果再加上徐达 就一定能救出郭元帅的 这时两个傻公子却说 朱元璋是想放出他的朋友 然后自己再偷偷跑出去 崇八无奈只想 只好把自己留下来当作人质 请夫人放了大海跟汤河 让他们赶快去找徐达去营救郭大帅 郭夫人见崇八有情有义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徐达汤河他们带人很快赶到了镇前 三位虎将勇猛无比 很快便杀出一条血路 哈马太未见敌方援军来势汹汹 只好下令先行撤离 郭子兴命令徐达乘上追击 结果反败为胜 秀英这天要抛秀球选女婿了 对象就是郭府的两个傻公子 崇八这时却被关在柴房内当作人质 秀英万般无奈 他这是为了报答郭夫人的救命之恩 只好将手中的秀球抛了出去 两个傻公子在地上眼巴巴的等着街 没想到崇八突然飞奔而来 杰族先登接住了秀球 原来是御霜不忍看到这对有情人被拆散 于是偷偷的放出了崇八 两个憨货哪是朱崇八的对手呀 被崇八两脚就踹翻在地 堂堂郭府公子哪受得了这般气 正要下令抓了崇八时 幸好郭子兴他们打了胜仗赶了回来 随后郭子兴将玉霜许佩给了徐大 得知秀英是固有的女儿后 才正式收了秀英为一女 将秀英正式许佩给了朱元璋 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郭子兴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崇八此时好像完全忘了一位承诺过的姑娘 当他正要和秀英夫妻对拜之时 注意看了朱元璋和马秀英终于结婚了 怎料二人进行夫妻对拜的时候 消失已久的托雅姑娘突然出现 原来在她寻找崇八的时候 被两个人贩子下了迷药 接着被卖到了豪州一家青楼 也为托雅姿色绝佳 青楼老宝还把她捧做头牌 但托雅的原则是只赔酒不卖身 奈何郭子兴那两个混蛋儿子 要钱有钱又是当地的小霸王 非要罢了托雅不可 碰巧这天陈有亮来到这里喝花酒 无意间从一个小姐口中得知这里的头牌名叫托雅 陈有亮觉得不会是巧合 于是决定亲眼合适一下 好在她及时来到托雅房间 否则这尊贵的千金小姐就要被玷污在这青楼里了 心爱的女人遭受这般屈辱 陈有亮将一干人等暴揍了一顿 还砸了青楼的牌子 也让托雅狠狠地出了一口气 离开青楼后 托雅虽然非常感激陈有亮 但还是坚定要去寻找臭头宠霸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 可没想到的是 宠霸此时正在喜结良缘 托雅泪流满面地问宠霸 当初你答应过我的三件事 你可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那你还要不要继续履行诺言 我朱元璋 男子汉大丈夫 顶天立地 一言祭出司马难追 我答应过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 怎料托雅却说 那我让你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立马跟我走 然后便拉着崇八向外跑去 新郎子跟别人走了 一时难以接受的 秀英急火攻心运了过去 二人出了郭府后 崇八甩开托雅的手 问托雅你为何要缴了我的婚礼呢 托雅也是一肚子委屈 说我为了找到你 经历这么多的苦难 可你倒好啊 却跑到豪州接什么秀球 现在还要和马秀英成亲 崇八却说自己和秀英 从小一起长大 我二人轻为竹马 我娶她有什么错呢 当然有错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自打崇八路见不平扯 线头就托雅而相识 再到后来在黄爵寺 让崇八带她私奔开始 托雅便一直深爱着崇八 崇八看着托雅 其实她也很喜欢托雅 只是心中已有秀英 所以一直不敢承认 当崇八正要说出口时 豹子经花容突然从天而降 挟持住了二人 并警告刘伯温 如果想要他两个的性命 就拿另外两本天书来换 说完便带着崇八二人离开了 只因刘伯温被豹子经的迷魂单控制后 虽然利用天书上的功法恢复了神志 随后被白元救了出来 但是身上的古毒却尚未被清除 所以使用不了功法 崇八被豹子经带到了影州陈有亮的底盘 陈有亮拿鞭子不停地抽打崇八 他简直恨透了崇八 说你不但要抢我的江山 就连我喜欢的女人拖牙你也抢 说完就要杀了崇八 只见陈有亮拔剑正要刺向崇八的时候 拖牙突然过来用身体阻挡 并要挟陈有亮 如果你要伤害崇八的话 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好了 陈有亮不忍心伤害心爱的拖牙 只好暂时放了崇八 崇八看着用生命护他的拖牙说道 你对我的爱我很清楚 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偿还 拖牙哭诉道 我心里也很清楚 你只会取马秀英一人 可是我自己又控制不了对你的爱 崇八听到这番话再也忍不住了 一把将拖牙抱进了怀里 但是可惜他们相见恨晚 崇八说我跟秀英从小一起长大 我对她的感情不只是情还有意念 托牙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于是告诉崇八 我一定会想办法将你救出去 随后托牙便找到了陈有亮 只见她脱下了自己身上华丽的衣服 这位美女脱下身上的衣服 准备将自己献给陈有亮 其目的竟然是为了救出心爱的男人朱元璋 她光着身子依偎在陈有亮胸前 陈有亮也确实深爱着托牙 但她并没有趁人之危 托牙开口请求陈有亮放了朱崇八 陈有亮却推开她走了出去 这时条华走了进来 她被托牙的痴情所感动 于是半夜偷偷帮助托牙将崇八救了出去 怎料陈有亮却在前方拦住了他们三人 托牙赶紧挺身而出护着崇八 却被陈有亮一把推开 崇八一脸疑惑地看着要治他与死地的陈有亮 陈有亮说你也不用感激我 现在大敌当前 需要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对抗朝廷的援兵才是 所以我再是不杀你 这时刘伯温和豹子经花蓉也找了过来 原来刘伯温用计引出了妖女琪琪格 琪琪格见刘伯温中了古毒使不出法力 就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利用豹子经调包天书的真相 而且还要杀了刘伯温拿到另外两本天书 这时藏在暗处的豹子经突然出现 没想到你在我身边一直有目的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我不是真心待你 我也就不是你妹妹 豹子经总算认清了琪琪格 接着和妖女琪琪格打斗了起来 琪琪格自以为她练了天书上的功法很厉害 没曾想被豹子经接连使出的两个狮子猴打个重伤 琪琪格逃之夭夭后 豹子经因此大扯大悟 才给情郎刘伯温解除了古毒 刘伯温上前替虫巴掷好了身上的伤 豹子经这是提议 既然大家都兵士浅显 就应该联合起来对抗朝廷的四大祭司才是 而白连教这边小明王也看到了当前的局势 各地有势力的异军如同一盘散沙 自己的红金军也难于独自抵抗原庭大军 于是决定前往豪州和郭子兴等异军会盟 朝廷这边很快收到了各地反叛势力会盟的消息后 萨满决定连同另外两名祭司前往评判 并放出了乌鸦召唤齐齐格会合于豪州 小明王带领的红金军行军途中 突然发现前方乌云密布 看似好像有暴风雨来临 小明王感觉此一项极其诡异 深秋季节又怎会有暴风雨呢 而且这乌云来势凶猛变幻莫测 你不快看 前方有一团乌云向我们这逼近了 只怕我们这次遇到的是一些棘手的东西 是 红金军迅速进入迎战状态 这时天空的乌云瞬间幻化成密密麻麻无数的乌鸦 朝红金军袭击过来 原来是萨满这三位祭司在做法 不停地召唤诗人乌鸦 用来阻止红金军和郭子星会盟 韩黎儿他们奋力斩杀 可杀了一批又一批 乌鸦数量丝毫不减 这样下去 他们早晚会体力不支被乌鸦吃掉的呀 于是红燕和右护法刘福通掩护小明王 让小明王施法召唤出独眼石人 独眼石人破土而出 紧接着在小明王的控制下 石人吐出熊熊烈火 乌鸦群顿时间被烧得灰飞烟灭 随后石人便重回到地下 小明王接着号令军队继续前进 朝廷的三位祭司看韩黎儿破了他们的法术 也只好就此把守 萨满则建议在红金军前进的路上 另想办法阻拦 红金军此时正要途径一段低洼险地 睿智的小明王觉察到不对劲 发现此时此地极其安静 居然听不到任何飞禽走兽的动静 于是号令全军快速通过此地 怎料刚行至一处悬崖下势 崖上突然滚落下无数巨石 这一次可谓是伤亡惨重 红金军队伍被砸得溃不成军 小明王只好又一次施法召唤出独演石人抵御 并下令全军暂时后退 自己则留下来操控石人抵御巨石的袭击 只见石人一掌一个将巨石拍个粉碎 小明王飞身一跃 骑在了石人肩上简直护壁了 此时朝廷的祭司还在大言不惭 没曾想石人这事找了过来 萨满见此大吃一惊 三位祭司赶紧联手施法抵御 虽然他们法力极其高深 但也难于抵御石人的攻击 小明王控制石人喷出熊熊烈火 萨满三人眼看就要被烧成灰烬 怎料其器格赶来 放出飞镖击中石人头部 石人这才停止了火攻 四大祭司也为偷学了天书上的四项复制术 可以复制任何东西 于是他们联合做法 只见又有两个石人破土而出 小明王本想指使石人化作龙卷锋 放出终极杀招 没曾想复制的石人也幻化成了龙卷锋 小明王的石人以一敌二被打得粉碎 随后复制的石人又幻化成了本体 这时崇八刘伯温等人也赶了过来 他们连忙施法为白猿增强功力 只见白猿瞬间变换成了一只白毛猴子 渐渐的变成石人一样大小 和其中一个石人搏斗了起来 刘伯温这时想起朱崇八是金龙转世 而陈有亮是青龙转世 只要他们双龙联手 那将会无坚不摧 随后几人一同加入战斗 飞身上前合力对付另一个石人 双龙合并果然威力无穷 只见石人的一条石壁瞬间被斩断了下来 随后一分为三的伏魔剑三剑合并 朝石人劈了下去 将石人击个粉碎 白猿这边也英勇地解决掉了这个石人 四大祭司看复制的石人被毁 急忙逃窜 豹子经追上了奇奇格 他愤恨奇奇格欺骗自己的感情 还将刘伯温的天书吊包嫁祸于他 于是直接放出一招狮子后 将奇奇格打个半死 奇奇格楚楚可怜地请求豹子经放过他 但豹子经可不是心慈手软之人 一拳就将其送回了老家 刘伯温这边追上了黄袍祭司 直接施法召唤出了伏魔剑 只见伏魔剑变换无穷 对着黄袍祭司一顿猛砍后 刘伯温收剑转身走了 喂 你疯了 你可是一剑都没砍到我 白人追上白袍祭司上去就是一顿狂转 抓得白袍祭司鲜血淋漓 随后一脚将其踢翻在地 紧接着飞身一跃由空而下 凶猛地扑在身上 又使出一招龙抓手 黄袍祭司直接命丧黄泉 猪虫八三人追上了大祭司萨满 萨满压根就没把三个年轻人放在眼里 他直接召唤出变换无穷的法杖 打得三人节节败退 大祭司果然没有说大话 三人合力都不是萨满的对手 竟被萨满高深的法力打翻在地 这是托雅上前阻止 奈何萨满根本就不甩的 轮起法杖就要灭了真命天子 幸好伏魔剑及时出现 替崇八挡住了杀招 随后六大高手同时发起攻击 才终于将大魔头萨满击杀 经此一意 大家也都明白了 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推翻残暴的园庭 小明王寒临儿看着间接杀父的陈有亮 也暂且压制住了自己 和右护发红艳回了白莲教 豹子京花容对朱崇八的仇恨始终无法释怀 因此和情郎刘伯温分道扬镳 投靠了陈有亮 这时秀英徐达他们也赶了过来 托雅看到马秀英依偎在崇八身旁 感到自己甚为尴尬 于是准备先行离开 怎料萨满垂死挣扎 拿出毒镖要击杀真命天子 托雅看到后 迅速挺身而出挡住毒镖 徐达汤和他们赶紧补了一刀 这才彻底结果了萨满 身中剧毒的托雅口吐黑血 刘伯温看了也无力回天 随后问崇八到底有没有爱过他 崇八卸下最后的伪装 回应了托雅的爱 托雅接着说出了自己的第三个愿望 就是让崇八娶了马秀英 这个爱尔不得的刁蛮小姐真是命运凄惨 最终死在了崇八的怀中 朱崇八自走出黄爵寺历练以来 了解了天下百姓之疾苦 于是决定从此担起天下之重任 连同刘伯温和五虎将 开创一个光明的天下 关灯的天下